我是名门江家走失的小儿子 被找回后却没有第一时间澄清我的身份 反而让我以保姆儿子的身份 带着江家 在一次火灾中 三个姐姐毫不犹豫地抛骚我 纷纷焦急地带着那个假少爷离去 留下我一个人被活活烧死 我这是重生了 江河 你长脾气了是吧 早知道你是这种没有教养的孩子 就不该把你带回江家 对不起 是我不该与江里争 这是江河刚进江家时 我送给他的礼物 前世 江河一直将这个木偶视若珍宝 而江离明明知道这些 却偏偏要和他抢 还失手将木偶掃灌一根根 江河 你在发什么神经 不就是一个破木偶 江离又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江河哥哥 是我不好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但不要对着姐姐发脾气 姐姐也是为了你好 才来叫你吃饭的 行了 你一个男人 动不动就哭 不觉得恶心吗 江里有些猛 他没想到江河会这么说 还有 你们吃饭有一次叫过我吗 江河 我看你越来越没大没小了 你弟弟也是为了你好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造反了是吧 那今天就别吃饭了 江子此时愣愣地看着地上的木偶碎片 江河之前可是将他视为最珍贵的东西 为什么今天会直接将他砸碎 第二天一早 江河便起身准备去学校 你要去哪里 去学校 嗯 江河这是怎么了 之前见到我 都会贴上来跟我甜甜地打招呼 虽然我从来不理会 走在路上的江 感受着久违的威风 这让他切实地体会 他真的还活着 原来不在意 就不会受伤 此时的江家 江情一言不发地盯着餐桌 宛如一座将要爆发的火山 江河人呢 是不是还没起 这都什么时候了 难道要我们一起等他一个人吗 江河哥哥 可能还在生江姿姐姐的气 我上去给江河哥哥道个歉吧 他还生气 他有什么资格生气 不就是一个破木偶吗 大不了等我回来 再给他买一个 江姿还想说些什么 原本一言不发的大姐江皇出生 他已经走了 走了 这么早他去哪里 留管家 怎么了老爷 负责接送江河的司机是谁 老爷 江河少爷一直都是自己走的 谁让他自己走的 还是说他觉得 我们江家连一个司机都请不起 老爷 是您说 小少爷刚回来 不能太高调 就 此话一出 江情沉默了下来 他本想着江河刚刚从外面接回来 身上肯定还带着不好的习惯 先不要对外面声张 以免江河做出让江家试了颜面的事情 就暂时没给江河陪人接送 没想到 时间这么快就一年过去 派一个人接送江河 他自己也不知道说 天天自己走 像什么样子 是 老爷 果然 当天晚上放学时 一辆豪车便停在江河的面前 少爷请上车 这是怎么回事 见江河不为所 江资直接走过去 把江河拽进了车 怎么 还要等着我给你道歉 江河全然不理会 他也搞不明白 这个二姐在搞什么 见江河不为所 江资一把抓住江河的手段 你 一直这么瘦吗 我要感谢你们江家 给我一个地方住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你们江家 刚刚有些愧疚的心情 瞬间被怒火占领 难道你江河 就不是江家人了吗 江河无语 转头看向窗外 不再理会江资 回到江家别墅 看着桌子上的食物 江河只感觉饿地发挥 他从醒来到现在 已经一天一夜 没有吃过东西 你还知道回来 江河闻言 直接走过去 抛出一份协议 丢在江青面前 当江青看清楚上面的内容 顿时宛如火山爆发 起身便一脚 将江河踹倒在地 你要造反吧 此时江母流卢等 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吓上了 唯有江黎坐在椅子上 内心暗自窃喜 这该死的江河 早就说过 这里的一切都会属于我 就算你是轻生的又怎么样 江浅 你干什么 我 我只是 还不快叫救护车 体验把江河送到医院 刘如更是一直祈祷着 江河不要出事 你说你 对孩子下这么重的手干什么 我只是一时上考 主要是这个 断绝亲子关系协议书 下时间 众人皆是瞪大了双眼 不可知心地看着面前的协议 你们谁是病人家属 我是他的母亲 小河没事吧 已经没事了 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 导致病人气血不足 身体非常虚弱 加上你们说的摔了一跤 胸部受损 回家后注意静养 多不充点营养就没事了 那医生 我们现在可以进去了吗 可以 但不要刺激到患者 好好好 谢谢医生 爸 你就先在门外等着吧 江青也自知理亏 也没有说什么 小河 是妈妈对不起你 跟妈妈回家好吗 想让我回去 可以 把江黎送走我就回去 他霸占了我十七年的人生 这不过分吧 江河 你别太过分 是啊 小河 小黎他没有嫁人 已经很可怜了 你让他现在离开 他该怎么生活 怎么生活 他都快成年了 难道自己活不下去吗 那我从出生到现在 这十几年是怎么活下来的 江河 你不要得寸进士 那就断绝关系吧 我是名门江家走失的小儿子 被找回后 却没有第一时间 澄清我的身份 反而让我以保母儿子的身份 再走江家 再一次火灾中 三个姐姐毫不犹豫地抛上我 纷纷焦急地 带着那个假少爷回去 留下我一个人 被活活烧死 红声后 我要和江家断绝关系 接上席 你说什么 我说既然你们不愿意把江离送走 那就断绝关系吧 好好好 从现在开始 你就不是江家的人了 说吧 江秦便直接在协议书上 签上 江秦觉得江河绝对只是做作业 不敢真的 他们断绝关系 爽快 那我还得多谢江先生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江河竟然来真的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飞快地 在上面签上 你你你 易姐 我都要看看 没了秦家的支持 你江河该怎么活下去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回到别墅 江秦气得把银河挖盆都在 这小子怎么敢的 难道我们江家 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吗 李恩管剑 带我去那小子的房间 把他的东西都收拾出来 既然刚走到保姆行外 江秦就看到 保姆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你手里拿着什么 小少爷经常吃不饱 我就 你难道不知道 江家不允许吃这些垃圾食品吗 还是说 你觉得他吃不饱 是江家在虐待他 不 不是 只是小少爷他 保姆还想解释 却被江秦直接打乱 寻冷 再有下次 你也就不用干了 说完便带着几人来到江河的房间 当江秦几人看到江河的房间时 却是直接傻眼了 一张简陋的小房 一张客桌上摆放着一些小屋子 还有一个小衣鬼 其余便再无其他 江皇问问了 看着桌面上的小屋子 有他送的盆栽 有三妹送的相公 有五妹送的魔法 突然江皇像是想到什么一样 二妹 之前江河的木偶 没错 那是我送他的 江姦想起当时训斥他的样子 突然感到一阵难受 原来 这些在他的眼里 是这么的重要吗 那他为什么又要摔碎 老爷 还要收拾吗 收拾什么 江请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把小河找回来 我跟你没完 我现在就要去找江河 但当刘如再次赶到医院时 却发现江河早已消失不见 而他们也一连找了几天 才在学校找到江河 江河出来一下 怎么校长 这几个人 自称是你的母亲何姐姐 你认识他们吗 哇 这几个人是谁啊 都好漂亮 小河 你这几天都去哪里了 我不认识你们 请你们离开 既然不认识 还请你们离开 这个江河 还真是得寸进士 居然敢说不认识我们 行了 我们先回去吧 等明天再来 啊 还要来啊 照我说 就等一段时间 等一段时间 他自然就知道错了 这 刘如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江江 直接一把拉走 快走啊大姐 你忘了今天是小黎的生日吗 看这几人离去的江河 有些想不明白 这几个人还来干什么 没有我不是更好吗 不然 江河双眼一飞 直凝土地倒在自己的客桌前 当江河再次睁眼 当想爬起来 却被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拦住 先不要起来 营养不良加低血糖 等输完夜 回家休养一段时间就好 谢谢医生 江河有些局促 他知道输液估计要不少钱 只是 他现在确实没有钱 见江河这副模样 身为校医的江兴 也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 没关系 待会你早点回家 知道了吗 对不起医生 我暂时没钱 但我可以帮忙做事还钱 打扫卫生 搬东西我都在行 那行吧 每天放学后 抽出一个小时来帮我搬东西 围棄一个月 可以吗 江河点头搭一看 此时的海市白金汉爵酒店 江河满脸喜气的 对着宾客说道 感谢各位能赏脸 参加全子的成人礼 接下来晚宴正式开始 随着江河的话音落下 十几个江城有头有脸夹的少爷小子 围在江黎的面前 纷纷送上属于他们的礼物 江河也是连连感谢 脸上更是止不住的高兴 江河 要怪就怪你自己 你就不应该回来 这时 正坐在宴会中央沙发上的江姿 身着一身华丽的礼服 神情却是有些心不在焉 怎么了二妹 没 没什么 只是想到了小河 此话一出 江黄也沉默了下来 的确 今天同样也是江河的生日 大姐 二姐 我的礼物呢 江黄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 递给江黎 居然是一块百打斐力 喜欢吗 喜欢 谢谢大姐 江姿也是连忙将一把车钥匙 递到江黎的面前 看着面前的保时捷车钥匙 江黎的面容一洗 我出去一趟 江黎还没来得及感谢 便见江姿快速离去 江河回到孤儿院 却发现还有几盏灯还亮着 难道是忘记关灯了 江河刚想回到自己的房间 就听见 江河哥哥 生日快乐 这是你的生日礼物 我亲手为你画的笑笑 江河哥哥 这是我的陀螺 烈焰旋风 你可要好好珍惜 还有我的 江河哥哥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江河看着满满一罐的签纸盒 心头一暖 她知道这是林若黎在学习之语 挤出那一点点时间 亲手为她折的 江河你别乱想 这些都是我买的 才不是亲手折的 林若黎不解释还好 解释倒有点欲概迷章的意味 笨问 我知道了 不折摸 好好好 不摸 好了 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吧 一道有些苍老的声音响起 江河也赶忙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院长 我 小河 今天是你的成人礼 过去几年我不管 今天你乖乖做好就行 小黎 把灯关了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幸福 祝你健康 祝你千古光明 随着一声声生日歌的响起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江河响起前世种种 一股酸色涌上心头 一滴泪水 也不知何时 有些不争气的 从江河的眼角落下 林若璃见着 连忙上前抱住江河 江河也是笑着揉了揉 林若璃的小脑 好了好了 我给你们切蛋糕 很快 江河把切好的蛋糕 分给每一个人 而此时的布尔院门外 一道身着华丽礼服的人 在不断拍摄 江河看清来人后 眉头也不由自主地皱起 我出去一下 婆婆 我 让小河自己去选 她已经长大了 江小姐 要是没什么事 你就回去吧 我是名门江家走失的小儿子 被找回后 却没有第一时间 澄清我的身份 反而让我以保姆儿子的身份 载住江河 再一次火灾中 三个姐姐毫不犹豫地抛到我 纷纷焦急地 带着那个假少爷离去 留下我一个人 被活活烧死 我和江家断职关系 在我十八岁生日这天 江河来找我 接上急 江小姐 要是没什么事 你就回去吧 我 我是你二姐 早就不是了 怎么 还要我把协议拿给你看看吗 跟我回去吧 只要道个歉 他们不会说什么的 此话一出 江河不知道为什么 内心生起一丝悲凉 到现在 还要她去道歉吗 那请江小姐说说看 我为什么要道歉 我错在哪里了 我 江河支支支吾吾半天 却好似于刺卡在喉咙般 说不出一句话 你不该拿协议威胁我们的 只要你跟父亲好好道个歉 父亲一定会把你接回来的 我不是说了吗 把江黎送走 江河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为什么非要把小黎赶走 你特么到底想怎么 非要老子骂你是吧 江姿愣在原地 他没想到江河竟然会骂他 对 对不起 你要是真的对不起我的话 就赶紧走吧 之前是我不对 不该那么说你 这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这是我亲手拼好的 江河也是拿起木偶仔细端下 嗯 谢谢你 但下一秒 在江姿震惊的目光中 江河直接将他扔进一旁的拉低头 将那个曾经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目 亲手丢弃 当江姿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时 众人已经在客厅等待多时 我先回去休息了 等等 你弟弟的成人礼 你去哪里了 江青十分气愤 刚才合影的时候 才发现居然少了一个人 就连在学校上课的五妹江河都被叫了 小子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要吓妈妈好骂 我去看小河了 谁让你去见她的 江河 你为什么打扰我的生活 为什么要一次次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为什么不死在外面 此时的江里 内心对江河的愿毒简直要一出来 今天是小河的生日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就连江青准备骂出口的话 都被堵住嘴里 他们居然没想过 两人当年被抱错 生日自然是同一天 刘如的眼眶也是瞬间红了 他这个做母亲的 居然忘了亲生儿子的生日 我先回去了 回到房间后 突然 江姿像是想到什么一样 江黎明明什么都不缺 为什么要唯独要江河的木偶 难道 江姿彻底慌了 他不肯相信江黎会那么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对不起 对不起 江皇推开江姿的房门 却发现江姿正偷偷掉眼泪 二妹 明天跟小河说清楚就好 先睡觉好吗 江姿确实摇了摇头 他不会原谅我们了 江皇健壮 也只是眉头紧撞 凭什么要他原谅自己 他都自己守势 还针对小黎 难道不是事实吗 另一边 江河突然想到 要不在隔壁的夜市摆个小摊 也能多赚点补贴孤儿院 这个想法一经冒出 便再也止不住 一直到第二天放学 江河的脑海还在愁谎 对了 还得去帮忙来着 江河来到医务室门口 校医江心正 有些头疼地看着面前的几个大乡 江医生 见江河过来 江心才松了一口气 他还以为江河不会来呢 江同学 这些没问题吧 放心吧江医生 我一个人就行 看着江河这熟练的动物 江心觉得 江河肯定没什么感觉 休息一会吧 不着急的 拗不过江心 江河也只好坐在椅子上休息 见江河没有反抗 江心这才微微笑了笑 就在这时 一道高大的人影 出现在医务室的门口 请问江小姐在吗 此话一出 江心原本温和的脸上 顿时浮现出一丝不自然 是江医生的追求者 对吗 小小年纪不学好 江心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怎么来了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那你看完了吧 看完就走吧 我 刘吕还想说什么 却被江心推了出去 江河看着眼前的江心 没想到 看上去温和的笑一小姐 居然也会有生气的一面 你还笑 好好好 我错了江医生 江河回到孤儿院 准备把摆摊的想法实施 却被启动资金难住 这算是出事未解 身心死吗 这时 几辆豪车 浩浩荡荡的 向着江河所在的位置 当江河注意到几人时 已经为时已晚 刚想把大门关上 就被刘如叫走 等等小河 怎么了刘阿姨 找我有什么事吗 小 小河 我是妈妈 先说找我有什么事 江河 只想赶紧把几人赶走 此时身后的江皇 江姿 以及江黎才缓缓出现在江河的面前 江黎更是眼眶微红 伸手想要拉住江河 却被江河直接甩开 妈的 一个大男人 天天装可怜 我不恶心 别他妈碰我 瞬间江黎直接愣在原地 他哪里被别人这么骂 眼神之中的怨毒 更是一闪而过 刘如也是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江河 在他的印象里 江河从来没有骂过人 果然 把脏话讲出来 心就干净了 江河哥哥 只要你肯回来 你让我干什么 我都愿意 哪怕是让我离开这个家 要是你们就为了这个事 那我就不奉陪了 等等 妈妈是来给你送生日礼物的 拿回去吧 我生日已经过了 说完 便直接关上大门离去 这时 一直没有说话的江姿 突然认真的 看着面前的江黎 江黎 你之前是不是故意弄坏江河的木偶 二姐 你 你为什么这么说 不就是一个木偶吗 小黎也不是故意的 但那是我送给小河的木偶 为什么你偏偏要那个木偶 我 我只是好奇 二姐 我可以赔给江河哥哥的 只要江河哥哥肯原谅我 我什么都愿意做 好了小姿 小黎也不是故意的 江黎不小心撞坏江河的木偶 被江姿怀疑他是故意的 不行 我要让江河消失 既然几年前那次计划 没能让江河去死 那就再来一次 瞬间 一个恶毒的计划 逐渐浮现在他的脑海 那小子还是不肯回来吗 你跟他说 要是再不回来 这辈子就都别想进江家的大门了 第二天 当江河来到学校时 却发现 同学们都在准备些什么 怎么了 今天学校组织看电影 你忘了吗 别愣着了 赶紧收拾收拾 就在这时 一个女生突然跑到江河面前 低着头 让一封信递给江河 又迅速跑开 看电影 也算是二中的老团团 会在高考百日试试前 组织学生 去看一场励志电影 目的就是鼓励学生 一直到电影结束 江河才想起 之前那个谁递给她的信息 谁给你的 好像是露丝丝给我吧 露丝丝给你的 露丝丝可是咱们班的班花 不仅长得漂亮 成绩还好 不知道是多少男生的梦中情人 现在居然主动给你送信 你想什么呢 我跟他不熟 果然 说什么喜欢 肌肉都是骗人的 他们还是喜欢 像你这样的小白脸 快点打开 让我死心吧 都说了 应该就是想问问题 只见江河刚打开 三个小字 便出现在两人面前 我喜欢 瞬间 江河便将信封和尚 一溜烟的梦 哎哎哎 江河你也太不讲义气了 回学校的车上 江河却像一个没事人一样 好像从来没有收到那封信 只有张言在干着急 那可是露丝丝爱 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而此时 露丝丝同样也在车内 更是俏莲微红 一直默默地关注着江河的表情 丝丝 你在看谁呢 作为露丝丝的好闺蜜 楚星一路上就发现她的不对劲 丝丝丝 露丝丝 啊 怎么了 欣欣 说 看谁呢 没 没有啊 还没呢 你眼睛都要贴到人家身上了 楚星转头向着露丝丝之前 看过的方向看去 随即便露出惊讶的表情 你不会喜欢张言吧 你说什么呢 嘿嘿 开个玩笑 谁想我了吗 哎呀 思思 你就告诉我吧 面对楚星的死缠案吧 露丝丝也没有办法 只能把她之前发生的事 一五一十地告诉楚星 什么 你居然写情书 还亲手送给那个人 或许江河自己 都不记得当年发生的事 要不是江楚 她现在很有可能 已经被拐卖到那个深山了 给老光棍当媳妇了 当江河再次出现在她的视线中时 而且还是跟她一个班级的时候 她的一颗心都要蹦出来 可是她不敢说 作为先天性心脏病患者 露丝丝从小便明白 她的生命随时可能结束 丝丝 你真的想好了吗 嗯 放心吧 欣欣 我想好了 当江河离开座位时 露丝丝也立马起身 默默地跟在江河身后 直到江河来到校医务室门前 江河才转身 看向身前的露丝丝 江 江同学 我 对不起 我现在没有谈恋爱的打算 此时 地物室内的江星也听到门外的动静 悄悄地看着外面的遗弃 江 江同学 你还记得我吗 五年前你救过我的 你是 是我 江同学还记得我对吗 露丝丝缓缓地靠近江河 江河同学 你会答应我的对吗 突然 露丝丝开始心慌 一直在吃瓜的江星 再也站不住 连忙跑出来 将露丝丝抱在怀里 江河 去找点水来 把露丝丝安置在病床上 看着露丝丝 逐渐稳定下来 江星这才微微安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露丝丝看着江河 她不知道该怎么说 江河 你先去外面等会儿 没有办法 江河也只能出去等待 此时的义务室内 露丝丝慢条思理地 将自己的故事 讲给江星听 对不起 我是不是很自私 怎么会呢 每个人都有追求爱的权利 这并没有错 可是江河同学 已经拒绝了 突然 露丝丝像是下定某种决心 既然她已经如此自私 那便让她自私到底吧 江医生 能把江河同学叫回来吗 可以 随着江河的再次出现 露丝丝的原本苍白的翘脸上 再次染上一亩红玉 江河同学 其实 我有先天性心脏病 对不起 之前我不该瞒着你的 先天性心脏病 对 江河同学 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一个月好吗 就一个月的时间 看在我活不了多久的份上 此话一出 就连江星都面露惊讶 她也没想到 露丝丝会这么说 求求你 可以 真 真的吗 当然 她明白那种渴望被爱的感觉 更明白那种无比期待 却又触不可及的痛苦 不过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就足够了 对了 待会我送你回家吧 此时走在路上的两人 都没再好意思牵手 江河哥哥 我可以每天都跟你一起回家吗 当然可以 那周末可以一起约会吗 露丝丝也不知道 为什么今天自己会如此大 就在这时 一辆保时节停在江河身边 是三姐江江 江河上来谈谈 没空 江河直截了当地拉住露丝丝 便向前快步走去 江河 我只是想跟你谈谈 难道你连姐姐的话都不听了吗 等我先把丝丝送回家再说 可以 上车吧 不用了 于是江河跟露丝丝在前面 江江开车在后面慢慢跟着 很快 把露丝丝送到家后 江河变上了江江的车 你小女友 笨 不多时 华贵的保时节便带着江河来到一家餐厅 江江开门见山的 从包里抛出一张银行卡 这里是两百万 拿上它 不要再纠缠江家了 我和江家断绝关系后 三姐江江竟然拿出二百万 让我以后别再纠缠江家 接上级 既然你选择离开江家 就不要再妄想回来 也不要妄想其他的东西 江河看着江江 想着怎么这么像豪门狗血剧的发展 江江见江河不为所动的模样 内心更是充满了鄙 怎么两百万都喂不保你 那你说一个数 我满足你 那就一个亿吧 一个亿 你疯了吗 对啊 我就是疯了 不给我一个亿 我就天天缠着你们 很好 江河你不要后悔 说完 江江便要将手中的水泼向江河 却被江河一把夺了回去 直接反过回去 江 江河 你你你 你什么你 有病就去找医生 别来找我好吗 还有 到现在 我都没有去找过你们江家人一次 反而是你们江家人一直来骚扰我 不过随你怎么想 不要再来烦我 明白了吗 说完 江河便直接起身离去 没再给江江一个眼神 走在大街上 回想着今天发生的事 江河就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没想到 当年救下的女孩 居然是陆思思 不过她好像还救过一个人 只是时间有些久远 她也记不太清楚 只记得好像有人叫她小江来着 哎 走一步看一步吧 第二天 江河照例去医务室帮忙 只不过江河的身边多了一个人 则则则 思思你怎么这么可爱啊 哪天你被江河给卖了 你还要帮她数钱是吧 江河哥哥不会这么做的 江医生 我就那么像坏人吗 江小姐 之前来过一次的刘雨 居然再次出现在这 刘雨 之前没有和你挑明 是看在同学一场 不想让你我之间太尴尬 但你现在让我很困扰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此话一出 刘雨的脸上也是青一阵白一阵 拿着没能送出去的花 便信信一出 江小姐 我是不会放弃的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爱上我 江姐姐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被气到了 突然 江星像是想到了什么 拉住露思思的小手 眼神之中满是恳求 思思 能不能借你的小男友用一下 啊 思思 你别误会 我对你小男友没别的意思 姐姐只是想让江河 帮我把那个刘雨赶走 真 真的 当然 我不喜欢弟弟 那 那你问问江河哥哥吧 露思思有些紧张地看着江河 她害怕她私自为江河做决定 江河会讨厌她 这些你来决定就好 我都听你的 啊 我 露思思又对上江星 那恳求的眼神 也只好点了点头 答应下来 嘿嘿 谢谢你思思 江星把自己的计划 简短地说给两人听后 露思思与江河相视一眼 也都点了点头 天色烧暗 江河把露思思 送到她家的小区门口 露思思一把抱住江河 过了好一会 露思思才红着小脸 缓缓松开江河 昨天我说 约会是吗 当然可以 要不就这个周末吧 嗯嗯 江河哥哥再见 露思思笑着离去 只是在转身的瞬间 眼泪还是止不住的落下 她是多么想就这么永远的生活下去 可是 那微微作痛的心脏 无时无刻不再提醒她 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江河哥哥 对不起啊 江河刚来到孤儿院门口 便看到一个人影 站在大门边上 江小姐 你怎么在这 小 小和 能请姐姐进去坐坐吗 江河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拒绝 有什么事 就在这里讲清楚 谁知 江姿居然再次掏出 之前被江河扔掉的墨 小和 跟姐姐回家好吗 我会跟爸妈 以及大姐解释的 解释 你怎么解释 解释你只是一时冲动 才断绝关系的 我相信爸妈不会 江姿话还没说完 便被江河打断 那我偷江黄首饰 你怎么跟他解释 我 那我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你怎么跟他们解释 我要找人打江梨 你怎么跟他们解释 说吧 你怎么解释 江河倒要看看 江姿会说什么 其实 你一直认为 这些就是我做的 对不对 小和 就当姐姐求你了 你就服个软 不行吗 服软 江姿 我服的软还少吗 你们说我是野孩子 说我不懂规矩 说我没个人呀 我说什么了 可是这一切 不都是你们造成的 要不是你们 我怎么会当了16年的孤儿 现在倒好 全成了我的不是 对不起 看着江姿离去 江河这才松了一口气 明天就是周末了 该带陆思思 去哪里约会呢 要不去问问小若离 于是乎 不出意外 江河便被个小妮子 直接等我 这小妮子怎么了 是不是在学校被人欺负了 一想到最 江河就有些着急的 再次敲门 若离你开门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江河不说还好 一说林若离 就更加是好 一把推开房门 把江河都给吓了一跳 看着林若离 那红红的眼光 江河刚想说 房门再次被关门 不是说好了 要一直在一起的吗 为什么 为什么要抛下我 江河你个大骗子 突然 林若离像是想到什么 也像是下定某种决心 再次打开房门 林若离的眼角带着笑 江河 要不你带我一起去吧 我亲自给你知道怎么样 这好吗 不许拒绝 放心吧 我就跟在你们后面 不会打扰你们 说完 林若离便再次将房门关上 江河哥哥 不要离开我 第二天放学后 江河便将林若离 要一起来 告诉了陆思思 没关系的 我不在意这些 那好 回去我跟那小妮子说 就明天上午好吗 我在你家小区门口等你 简单的确定好 时间地点后 两人便再次分开 当江河回到孤儿院时 一道人影 向着他出来 你对小资做了什么 上集说到 江黄来找江河兴师问罪 昨天开始 江资便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 到现在已经一天一夜了 我特么真是服了 你们一个两个 都脑子有问题是吧 他怎么样 关我什么事 昨天小资见过的人 除了你还有谁 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 那你说说 我把江资怎么了 我 说不出来就特么滚蛋 说完 江河便要离开 等等 你跟我回去解释清楚 要不然 我让这孤儿院开不下去 你说到做到 此话一出 江河愣住 果然 该来的还是来了 他虽然预料到 江家人会拿孤儿院危险 没想到这么快就成真了 江河 你知道我有这个能力 江河自然是不能因为一时之起 连累孤儿院 那还算什么男人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企业家 江黄小姐 也会拿孤儿院这十几个孩子 来威胁别人 真是好样的 我 我没有 江黄这时 也意识到他自己说的话不对 但既然已经说出来 那便不能说回去 只能一条路走到底 全都是因为你江河 你要是乖乖跟我回家解释 我会拿孤儿院做文章吗 我以前不乖嘛 之前你一句话 我就在门外跪了一夜 当时还下着大雨呢 我不乖嘛 我的好大姐 那也是因为你偷东西 我想让你长长记性 你为什么这么确定 就是我偷的 在你床底下发现的 不是你是谁 是不是只要出现在 我床底的东西 就都是我偷的 我 江黄一时间哑口无言 也对 你脑子不好 想不起来 我根本没有你房间的钥匙 你脑子才 突然 江黄这时还想起 江河确实没有 他房间的钥匙 因为他房间 有些江家的商业文件 所以都是随时上的 只有江黎 你跟我要过一次钥匙 他说帮父亲取个东西 不可能 江黎怎么会 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 别 千万别查 到时候查出什么 又要来烦我 这时 江家大门 出现在江河面前 没想到 还会有回来的一天 江河跟在江黄身后 得知江河要回来的江青 早早地坐在客厅等江河 敢拿断绝关系威胁我 这次我要好好敲打敲打这小子 你还知道回来 那我走了 小河 这段时间你受苦了 那倒没有 这段时间我过得很舒服 就不劳刘阿姨操心了 此话一出 地旁的江青 愤怒的起声 什么刘阿姨 那是你母亲 江河也是毫不示弱的 与江青对视 母亲 生日去陪一个杨子 把亲生儿子一个人 都在家里的叫母亲 去旅游 害怕杨子多心 再次把亲生儿子抛下的 叫特么的 母亲 江河刚说完 现场便陷入一片寂静 江青更是哑口无言 因为她知道 这一切都是事实 而刘如也愣在原地 她没想到 居然对江河做了那么过分的事 是小河回来了吗 一直将自己关在房间的江姿 听到江河的声音 慌忙从房间出来 小 小河 你愿意回来了 江姿十分惊喜地 看着面前的江河 是你的好大姐 用孤儿院那十几个孩子威胁我 要不然你觉得我会来吗 此话一出 江青 江姿 刘如的目光 皆聚集在江皇身上 我 我只是太担心二妹了 我有什么错 要不是你不肯回来 我会那么说吗 这么看来 还是我的错了 难道不是你的错吗 要不是你 小资为什么会变成那样 小资 你说 是不是江河欺负你了 江皇恶狠狠地盯着江河 他就是想当着这么多人的你 让江河难堪 大姐 跟小河没关系 是我自己去找小河的 小河又怎么会欺负我呢 江皇也有些愤怒地 看着身旁的妹妹 怎么都这个时候 还在维护这个江河 好了 这些事先不提 江河 你要是还想回江架 那就给我挨个道歉 我可以既往不救 那份协议也可以作废 你记住了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你说什么玩意 既往不救 最后的机会 江河简直在怀疑自己的耳朵 是不是听错 江先生 你怕是不知道 这些天 一直都是你们江家人在骚扰我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想回江家了 但江秦却是笃定什么一样 直接冷哼一声 小子你记住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到时候就算你哭着求我 我也不会再让你踏进江家一步 那我还真是谢谢你啊 江河转身就走 却再次被江姿拉住 小河 就当姐姐求你了 你就道个歉吧 留在江家不好吗 是不是非要我留在江家当狗 你们才安心 滚开 江家的狗 我已经当够了 这一次 我要做人 江河刚出门 便遇到刚从外面回来的江临 此时 江临的身边 还跟着四五个朋友 有男有女 穿得都很不错 见到江河 从江家别墅走出来 江临内心顿时一惊 江临 这是谁啊 此话一诗 江临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要是让这些人 知道他是假少爷 该怎么看他 我是谁 我是他哥哥 哥哥 小黎 我们怎么没听过 你还有个哥哥 正当他想着 该如何解释的时候 江和却再次开口说话 不是亲的 我是保姆家的孩子 这样啊 小黎你怎么从来 没跟我们说过 我 我之前忘了 那你脑子还真是不好 医生怎么说 没问题吧 你们先进去吧 我跟江临说会话 见江和发话 几人也都点了点 先向着门口走去 怎么 害怕自己的身份被揭穿 像 江和哥哥 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会这么想 随即 江临的眼眶 再次变红 仿佛下一秒便会落泪 急冒 你要是敢再装 老子现在就把事实说出来 见江和不吃这一套 江临也只好收起 他那副可怜兮兮的面子 就在这时 江临像是看了虎 拉住江和的手 便朝着自己的脸上扇去 江和哥哥 要是你打我一顿 就肯原谅我 那就打吧 江和 你干什么 江江怒气冲冲的来到江和面 一把江江怜固在身前 江和 你居然敢对小黎动手 江江姐 不怪江和哥哥 是我惹江和哥哥不开心的 只要江和哥哥肯回来 怎么打我都行 江和 你这辈子都别想回江家 我们江家容不下你这么恶毒的人 看着江江那愤恨的女儿 江和摆了白手 借着镜子向着两人逼近 你们两个记住 江家在我眼里 狗屁都不是 就算你跪下来求我 我也不会回去 这一巴掌 直接把江黎给打脑了 他从来没想到 江和居然敢真的打他 呼 手感不错 帮你把两边对称一下 不用谢我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物理学成不起我 看着江江那震惊的目光 江和倒是毫不在意 怎么 这难道不应该在你意料之中吗 毕竟我这么恶毒 江和 我先走了 你想怎么告状都行 最好让我一辈子都进不了你们江家的大力 江和跟露丝丝第一次约会 身后却跟着一个电灯跑 接上级 等多久了 不是说好等我到了再叫你的吗 没 没多久 就一小会儿 对了 我那个妹妹 果然 露丝丝朝江和身后一瞧 便在不远处看到了林若里的小脑袋 可恶 长得还挺漂亮的嘛 没关系 我觉得妹妹挺可爱的 你觉得没事就好 那我们出发吧 嗯 江和带着露丝丝坐上的交车 一路上 不少人都会不由自主的 将目光放在露丝丝身上 也有不少小女生 会悄悄看一眼江和 接着快速低下头 跟自己的小姐妹说些什么 姜 姜 小废 没事吧 我没事 不舒服就跟我说 大不了换个时间再来 明白了吗 江和就害怕这小妮子硬肠 嗯嗯 我会的 而不远处座位上的林若 看着两人紧握在一起的双手 后槽牙都要咬碎 可 可恶 与此同时 江黄正在筹备不久之后 与金氏商业巨头的晚会 看着手中关于金氏江家的资料 只要这次晚宴能拿到与江家的合作 那么海市的翘楚 将真正的属于江家 江西吗 看来到时候要好好准备一番 考虑到露丝丝的身体 江和自然是不可能带她去什么危险的地方 动物园便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实在不行就去压马路 不过露丝丝其实根本不在意这些 只要能和江和在一起 她就已经很开心了 那么去那边树荫下休息一会吧 我没事 听话我去给你买点喝的 见江和态度强硬 露丝丝也只好答应一下 坐在树荫下的场理上 等着江和回来 而不远处的林若丽 也会时不时地探住 观察着她 小姑娘一个人吗 一个踢着光头的小青年 大大咧咧地 直接坐在露丝丝的身旁 而露丝丝直接站起身 向着江和的方向走去 没有的 老子跟你说话呢 光头直接拦住露丝丝的去路 她还没被人这么无视 这样吧 给我个练习方式 我就让你走 可以吧 你让开 小姑娘 你看你一个人 不如跟格格走吧 格格格带你去个好地方 眼看光头上前 拉住露丝丝的手 就连林若丽都要蹦出来 给这光头一群的时候 光头只敢到耳朵上 传了一阵剧 快他们的松开我 道歉 不要让我说第二遍 对对不起 放开我吧 他们的给老子去死 小心 江和哥哥 谢 好多的谢 露丝丝没有犹豫 直接上前为江和的哥哥 做了个简易 但江和不知道的是 露丝丝从小就害怕死 此时的露丝丝 小脸已经苍白的可怕 江和哥哥 都怪我 我就是个灾心 就在这时 警笛声传来 江和过来签个字 顺便问一下 是否要和解 对方父母愿意出两万 丝丝 你决定吧 我听你的 那就和解吧 但我要跟他们谈一下 可以 跟我走吧 思思 你在这里等我 我一会就回来 嗯 随后 江和跟随着警察离开 调解是 光头的父母 也在焦急的等候 生怕江和不答应 好在 江和还是来了 不过 在他们眼里 江和不过是个小屁 两万块钱应该足够了 是我们错了 我们愿意出 十万 十万 你咋不去抢 猥亵学生家故意伤害 你觉得应该判多少年 哦 对了 在公共场所 掏刀伤害他人 威胁社会公共安全 应该还能在家点 到时候 我再找个媒体 说你儿子故意伤害学生 你猜网友们会怎么做 此话一出 就连一旁的警察也坐不住 我看 这件事还是不要通知媒体了吧 最后 在警察的帮忙调解之下 对方同意赔偿十万 事情处理完后 江和偷偷跟身边的大队长 说了几句悄悄话 大队长当场笑着答应了下 于是 正坐在女警身边的路斯斯 突然被江和抱起来就跑 而她的身后 可是几个警察追了出来 站住小子 别跑 怎么回事 这小子有点意思 年轻就是好 行了 回去吧 江 江和哥哥 要不我们还是去自首吧 路斯斯还以为 是奈光头 被江和打死 江和才 刺激吗 江和哥哥 你骗我 对不起 今天的约会被耽误了 我才想着带你体验一下 不一样的感觉 夕阳下 江和看着面前的路斯斯 认真地说道 你不必对我感到愧疚 既然我答应你了 就会做到男朋友应该做的 你可以对我撒娇 可以对我发脾气 可以把我当作倾诉的垃圾桶 明白了吗 江和哥哥 路斯斯的眼角 泛起一丝泪花 接着直接扑进江和的怀里 我害怕 我害怕江和哥哥 你会讨厌我 我真的好害怕 放心吧 我不会的 那 那我能提一个要求吗 当然可以 我想去看海 看夕阳落在海里的模样 下一刻 两人 现在海边 少女的心跳 在海风的连衣下 似乎神奇地与少年同步 谢谢你 江和哥哥 第二天 江和路斯斯两人来到医务室 江心递给江和一身欺负 斯斯你就跟着我 江和你没问题吧 江和点点头 于是三人便出现在了晚宴上 而此时的江皇 正在二楼的会议厅 与江秦交谈着什么 这次一定要拿下与江家的合作 只要拿下江家的合作 整个海市 我江家称第二 谁敢称第一 江秦雄心壮志地 看着面前的企划书 这次是他们江家飞跃的机会 绝对不能错误 小黄 你对那个江家大小姐 江心了解吗 有过了解 京士一科大的高材生 最近来到海市的一所学校 当校医 校医 哪所学校 好像是二中 之前江和的学校 提到江和二子 两人都瞬间沉默下来 爸 要不还是让江和回来吧 再怎么说 江和也是江家人 要是被外人知道这件事 传出去也对江家的名声不好 我之前给过他机会 可他能 我说过 只要他不对所有人道歉 他就休想回到江家 江皇居然会为了与江家的合同 诋毁江和偷东西 还要与江家断绝关系 接上集 思思 你尝尝这个 这个也不错 还有这个 江医生 思思还是少吃点比较好 哦 对对对 是我忘了 我的错 我的错 我 我没事的 少吃一点也没关系 突然 江心像是想到什么一样 对着陆思思说道 这样 你每样尝一口 剩下的给江和不就行了 江和 你没问题吧 此话一出 陆思思的小脸蛋 急速升温 就在这时 刚走进宴会大厅的江和 似乎是注意到了角落里的人 那是江家大小姐江心 他身边的男人 怎么这么眼熟呢 当那男人的侧脸 转向他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愣在原地 江 江和 此时 一道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几人面前 江心小姐 好巧啊 这或许就是命运的 刘宇还想来一段深情发言 却被江心直接打断 一点都不巧 还有 这是我男朋友 说完 江心直接把江和拉到身前 是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江小姐不要开玩笑 开玩笑 小和和张嘴 只见江心拿起一块 被咬过一口的点心 亲手送到江和的嘴边 江心 你们两个年龄之间 差距是不是大了些 哦 你管得着吗 我就喜欢嫩的 说吧 再次把江和 往自己的怀里靠了靠 这一幕 彻底把刘宇枕破防了 好 很好 打扰了 说完 刘宇便投也不回地离去 谢谢你思思 没 没关系的 而此时的江和 在目睹全过程后 更是被震惊到 说不出话 这这这 这是怎么回事 江和为什么会认识江心 还举止那么亲密 还有刚刚的那些话 是什么意思 什么就喜欢嫩的 因为距离的原因 江和听到的 也只有这一句 难道说 江和被包养了 看着不远处的江和 江和只感到一阵无力 若是江和与江心 真的是那种关系 以江和对江家的态度 加上上次的威胁 这次合作 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随后 江皇便朝着几人走过去 而原本坐在一旁的江和 见到来人后 也忍不住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我这的脑子 怎么忘了这种晚宴 江家人也会出席 于是江和起身便要离开 见江和要走 陆思思也站起身来 小和等等 嗯 你们认识 见过几次 不熟 小和 跟姐姐回家吧 只要你肯认个错 此话一出 江心都是一脸震惊地看着江和 什么鬼 江皇是江和的姐姐 而江和也听出一些不对定 江皇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 突然 江和看了一眼身边的江心 难道 你不用假惺惺的 你的事 我不会插手 就这样 说完 江和便带着陆思思 离开了晚宴 而江心 却没有选择出去 反而是饶有兴致地 看着面前光鲜亮丽的女 可真是与江和格格不入啊 你就是江和的姐姐 哎 不怕江小姐笑话 我这个弟弟有些不懂事 哦 愿文奇想 还请江小姐多说些 我也想知道一些江和的事 江小姐 我这个弟弟 他手脚不干净 还 还什么 还偷过我的项链 但我也并没责怪他 只是想他能学好 怎么会 没想到江和他 这都怪我没教育好他 这怎么能怪你呢 江小姐 江和他居然是这种人 太让我失望了 我说了江小姐 这一切都不怪他 但江和他在怎么样 也不该与家里断绝关系 这一句话很关键 因为江皇知道 万一江和真的被江新包养 应该了解过江和的现状 绝不能让江新认为 是他们江家对江和不好 什么 断绝关系 江新这时才明白 江和为什么会住在波尔院 江和为什么连几百块都拿不出来 甚至要帮他打工还债 没错 家里只是忘了给他配司机 他就 说完 江皇还低下头去 一副家丑不可外扬的模样 此时的江和怎么也不会想 江皇居然会为了与江家的合作 来诋毁 突然 一辆宝石节 从两人身边进去 真是晦气 不过他现在的心情还不错 因为经过他的调查 发现曾经救过他的小男孩 就在这一带附近 当年他因为贪乱 与家人走散 来到一处水边时 不认识 当他走来时 已经躺在江离的身边 一开始 江离说是他一个人救的 但后来一次机会 江江却发现 江离好像根本不会游泳 在江江的追问下 江离才说出 当年是两个人一起救的他 但其实江离当年 来到水边时 就已经发现 被救上岸的江江 当江和走在 回孤儿院的路上时 居然再次碰到江江 原本江和打算装作不认识 却被江江直接拉住 松手 就不松 你能拿我怎么样 你是不是有病 别逼我动手 见江和生气 江江这才说出实情 我 我怕黑 谁能想到 不可一世的江江大小姐 居然怕黑 哦 怕黑 怎 怎么了 很丢人吗 江和记得 上辈子就是江江提议 把他关进小黑屋调 拜拜了您哪 江和趁江江一个不注意 把胳膊抽出来 转身就跑 帮江江 别搞笑了 江和 你给我回来 江新准备拿十万投资江和 让他摆地摊 接上级 对了江小姐 这是我们江市集团的企划书 还请过目 江皇瞅准时机 将自己的企划书 递给江新 他也认为这次合作 已经是势在必得 但就在江皇信心满满的时候 江新却没有伸手去接 怎么了江新小姐 江小姐 为什么我眼中的江和 和你口中的那个人 不一样呢 此话一出 江皇递出企划书的手也是 微微一缠 江新更是直接起身 居高临下地看着江皇 江小姐 你说江和他手脚不干净 捧你的项链对吗 江新就这么直直地 看着这个所谓的江和记 自顾自地说下去 你说他因为家里 没给他配司机 便与家里人断绝关系 对吗 可是他会为了我的一个善举 便答应来这里帮我 哪怕他知道这样会得罪他 惹不起的存在 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温情 他都愿意倾尽所有去偿还 你现在还觉得 江和会因为一个司机 便与你们江家断绝关系吗 之前江皇说的话 哪怕与江和相处不久的他 都有些听不下去 江皇小姐 我看两家之间 属实是没有必要合作了 说完 江新便直接转身离去 只留下脸色煞白的江皇 江小姐等一下 江和他最近好吗 江新倒是有些意外 没想到江皇居然会这么晚 这就要问你自己了 江青来到江皇面前 大声的质问 怎么回事 江新小姐为什么走了 我有点累 先回去了 他现在只想回去调查 当年的真相 当年江和是否真的 扣了他的相机 此时的江家 居然一时间有些冷心 江江回到家时 土部都在霸占 江姿把自己锁在房间 说是在构思一幅画朵 而江皇更是寻找出 几年前的坚困 开始一针一针的寻找真相 但他不知道 江里买贪了当年的保姆 把那段监控销毁了 江江也是时不时就往外跑 说是去找什么人 一去就是一整天 看着餐桌上 只剩下江秦宇流如两人 江离的内心 充斥着对江和的怨恋 为什么这个家在他走后 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江和他凭什么 怎么了小离 没事妈 我就是在想江和哥哥 说完 江离便做出一副伤心的模样 滴水着眼眸 与此同时 正在楼上查看监控的江皇 也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为什么这段时间的监控缺失了 江皇当即下楼 而江离看着下楼的江皇 一时间有些摸不清楚状况 爸 当年的监控是谁管的 为什么少了一段 此话一出 江离便瞬间被吓了一段 监控 你看那个干什么 离职了是吗 我知道了 江皇柳眉微作 正好是在出事那段时间离职的 难道说真的只是巧合 突然 江皇话风一准 看着一旁的江离问道 小离 你还记得当年 你向我要过我房间的钥匙吗 此话一出 江离的内心更是一惊 但紧接着便是红了眼眶 渲染玉气的模样 看着江皇 大姐 你是怀疑我吗 不是 我只是 我说了 只要江和哥哥回来 我愿意离开这个家 说完 江离直接站起身来 只留下一个落寞的被子 小离 我不是 够了 为了那小子 你看看现在家里像什么样子 怎么 你非要把你弟弟逼走才行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想知道当年的真相 小离 当年你确定没有把钥匙给过别人吗 江离也没想到 江皇居然还在追问 内心更是慌了神 我有些不舒服 先回房间里 说完 江皇还想追问 却被江秦再次叫 江皇 当年是我让小离去你房间拿文件 怎么 连我你都要怀疑是不是 你弟弟不是那样的人 看着面前的脸 江皇也只好叹息一声 转身上楼 没过几天 江和就收到了来自警方的打款 整整十万块 思思 你小男友给你 你就收下呗 不行 江和哥哥 为了保护我受伤 我怎么能收下这些 那这样吧 这五万块钱 就相当你入股 这样总可以吧 江和此话一出 江心立马表现出感兴趣的 入股 什么入股 带我一个呗 啊 我就是想着摆个小摊赚点钱 摆摊怎么了 多的是人靠摆摊发家呢 可以是可以 不过可能 哎呀别废话了 我出一百 呃 十万怎么样 十万 江医生你就不怕赔了吗 没事没事 到时候要是赔了 你的思思就是我的了 经过这些天的相处 江心也发现 陆思思真的是一个好女孩 她也很乐意跟陆思思 成为真正的闺蜜 江 江小姐 你说什么呢 腰 你脸红了 或许陆思思都没有发现 这些天 与江和与江心相处 她的心迹 居然一次都没有发作 那就这么定了 到时候你带我去 我给你出谋划策 于是 三人便一同 前往不远处的海市步行街 对了江和 你要卖什么东西呢 说实话 现在能挣钱的生意 早就被别人做了 我也不是以此为主业 所以很难竞争过 这些老油条 听着江和的话 江心也是点了点头 突然 一道身影 快速向着江和几人冲来 滚开 白滚开 麻了个八字 别人老娘呆到腻 不好意思 没想到你们吧 要不我心里面 到我爹里吃外面吧 江和刚想拒绝 少女却已经拉住 露丝丝与江心两人 往她的店里里去 没有办法 江和也只好跟上 你们等一下 一会就好 不多时 三碗汤亮味鲜的牛肉拉面 便出现在几人面前 真是不好意思 刚才差点转到你们 你是不是没放言 江和此话一出 几人皆是面面相去 一时之间 气氛相当尴尬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给忘记了 我姐姐去给你们回一位 江心暗自思索 而江和自然也是 看出一些问题 按理说 厨师怎么可能会 忘记放言 除非刚才的姑娘 不是专业的 突然 江心对着江和问道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嗯 就在这时 三道生意 出现在店内 周若云你给我出来 离人呢 让他回来见我 接上级 江和等人帮周若云紧 我熟了 雕切去找哪个毒柜 小妞 别的不说 这家店铺是在你那个毒鬼老爹的名下吧 领头的壮汉 四下打量着周围 似乎是对这家店很满意 这样吧 你把这家店给我 这十万块就这么算了 此话一出 周若云的身躯都开始微微颤抖 这家店死我母亲的 不死我个毒柜的 眼看周若云就要暴走 江心连忙站起身来 把他护在身后 十万块就想拿走这家店 我看你是异想天开了吧 你是谁 关你什么事 我是这家店的投资人 十万块是吧 我出了 说吧 江心直接从包里掏出一张卡 这原本是准备给江河 正好用来帮他投资了 但这壮汉见江心出手大了 又这么好说话 立马变广 不是十万 是一百万 你得谋地 老娘鞋把你都亮 周小姐冷静 江心面对小混混的狮子大开口 眼神也逐渐变得冰冷 而又危险 你们知不知道 法律部承认赌博所欠下的钱款及交易 你说什么 我们听不懂 我只知道他老爹欠钱不还 见壮汉这么说 江心自然是早有预料 你刚才敲诈我一百万的事情 已经被我录下来了 要听听看吗 而壮汉一听敲诈 顿时极了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时候敲诈了 你不要血口看人 不是十万 是一百万 就凭着几句话 赌博 勒索 胁迫他人 我的能力 你或许不知道 但把你送进去蹲个几年 绝对没问题 不相信 你们可以试试看 壮汉明白 随手便能掏出十万的人 绝对不是他们能面对 于是壮汉一把拿过桌子上的银行卡 便通通连选 哇 我得S没钱 能不能先搭个钱跳 是周小姐对吧 这些钱不需要你还 甚至我还能再投资十万 江心大手一挥 便是十万 给周若云都震惊到了 我只是想若股 这家店的利润 我们三七分如何 啊 这位小姐 叫我江心就好 江小姐 这家店一捏地利润 可能都没有思维 江心思索片刻 还是把决定权留给江河 江河你觉得怎么样 江河也是陈思田 周小姐 你觉得为什么你的店里没有客人呢 此话一出 周若云也是小脸一红 此时欠了帮人倒了 还有呢 还有 我其实不太会诛名 此时的周若云 因为被江河揭穿 脸颊更是红润 让人忍不住想咬伤一口 这样吧 我去后厨试一试 哎 什么意思 江河还会煮面 江心也是来了兴趣 陆思思更是一脸期待地看着江河 毕竟在这个小女子心里 江河是无所不能的存在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随着江河走进厨房 不一会儿就有一阵香味飘荡过来 你们可以先尝尝 当他们将面汤送入口中的时候 所有人的眼睛 都亮了一眼 这是这么足道的 别踩好词料吧 周若云有些不可置信的 看着面前的江河 没想到江河居然这么厉害 他不知道的是 江河可是做了16年的孤儿 秘密 等过一段时间再教你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是江河这么多年过来的经验 那就这么定了 江医生 之前的十万块已经算上入口 其他的我来就好 说着 江河直接给周若云赚了 这是定金 剩下的五万块 我会在下个月给你 利润三期 五五九号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用来揍 也行 那就将医生纳三成 剩下的两成 我与思思分就好 我就要一成 剩下的你们小两口分就成 几人说好后 江河先是把陆思思送到家门口 再把江新送回学校的宿舍 当江河回到孤儿院的时候 大概12点左右 却在门口 发现一个人 林若莉见到江河回来 也就转身回到屋内 没有跟江河说一句话 若莉等一下 江河还想跟这小妮子聊聊 但这小妮子 仿佛没听电影 依旧没有停留片子 这小妮子最近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青春期叛逆的时候到了 此时回到房间的林若莉 只要一想到 当时江河为了保护陆思思受伤 她的脑海就忍不住的想发疯 为什么 你有爱你的家人 为什么要来抢我的江河 与此同时 江家别墅内 江青看着眼前的陆星 以及被江皇带回来 之前辞职的保姆肇事 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些都是真的吗 老爷 夫人 这些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都是小少爷吩咐我 我才做的 小少爷还给了我一笔钱 让我永远不要回来 够了 滚出去 是是是 我这就滚 此时江皇的心很疼 他没想到 一向疼爱的弟弟 居然会做出这种事 又想到江河之前 总会在他通宵的时候 为他递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 他的心就好痛 江黎人呢 让他回来见我 江黎少爷他去同学家里 明天才回来 打电话 让他给我滚回来 好啊 小黎可能只是一时糊涂 他 他只是 妈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偏袒江黎 江皇这时才发现 原来这个江家 对于江黎的偏爱 是有多深 对江河的偏见 又有多深 我 我只是不想让小黎难过 他已经没有父母了 要是我们在 江黎没有父母可怜 那江河有父母 却没有得到应该的爱 就特么不可怜了 就特么是活该当十六年的孤儿 行了 这件事先不要再提了 先把江河接回来吧 爸 这怎么行 这起码要当着江黎的面 说清楚才对 怎么能就这么算了 那你说怎么办 我们江家刚刚给小黎 办了成人礼 这件事如果传出去 我们江家的面子往哪搁 此话一出 江黄也是全没想 先把小河接回来 剩下的事 以后再说 明白了吗 没有办法 江黄也只能失魂落魄的 点了转 接着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 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放学 江河先是跟江星请了个假 再提前把露丝丝送回家 他要去一趟江家 把这三万块钱还给他 此次 他将与江家彻底断绝联系 两者互不向前 江河哥哥 我可以陪你一起吗 不用 就一些小事 你快回去吧 说完 江河便转身离去 突然 一道身影跳了出来 而露丝丝一看 顿时有些乐 你 你吓什么 没事 跟姐姐上楼坐坐吧 小少爷你可算回来了 刘爷爷最近还好吗 对了 不用叫我少爷 我早就不是江家人了 小 小少爷别开玩笑了 老爷当时 也不过是一时冲动罢了 刘管家也是连忙岔看话题 带着江河来到江家别墅大厅 老爷 小少爷回来了 你回来了 先坐吧 我去叫你母亲和姐姐下来 江河一论 来一看他是不是听错了 这还是江琴吗 可以 正好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话说清楚 也省得他们再来打扰我 当刘如看到江河 立马快步过去 想要将江河抱在怀里 但江河一闪身 还是躲了过去 小河 让妈妈抱抱好吗 这就不必了 我说完事情就走 为什么要走 小河 就当妈妈求求你 你留下来好吗 哪怕是面对刘如的恳求 江河依旧是没有说话 那 那妈妈就当小河你答应了 妈妈这就去准备准备 晚上带你出去吃饭 看着刘如的背影 江河叹了口气 都这个时候了 何必呢 而正在参展的江姿 在得知江河回家后 也是直接撂下自己的话 只留下在风中凌乱的工作人员 参展人员跑路了怎么办 急 在线等 与此同时 一直在公司用加班来麻痹自己的江皇 直接让秘书被车 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江家 想吃点什么吗 哼 我不吃 林若璃直接拒绝 她怎么可能接受情敌的头位 你是不是喜欢江河哥哥 诶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我猜的 但现在看来 我应该是猜的没错 没 没错 我就是喜欢江河怎么了 那你为什么喜欢江河呢 诶 林若璃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露丝丝 她原本以为露丝丝会与她直接翻脸 我跟江河可是一起长大的 一起长大 又会喜欢上对方吗 自然不是 江河哥哥曾经答应我 他会一直守护在我身旁的 可是 他骗了我 他把我一个人抛下了 林若璃的眼眶 蓄满了泪水 其中包含着对江河的愤恨 更包含对江河的爱 所以 求求你 把江河哥哥还给我好吗 露丝丝看着面前小姑娘 那副可怜的小姑娘 只是微微笑了笑 其实 我活不了多久了 你 你说什么 什么活不了多久 露丝丝似乎对于这件事 已经看看了 其实 我从小就有心脏病 医生说我活不过二十岁 看着林若璃 震惊到说不出话的 露丝丝再次笑了笑 还有 江河哥哥之所以愿意跟我在一起 是因为 于是 露丝丝便当她与江河发生的事 一五一时的 讲给面前的小姑娘听 听完的林若璃 整个人都陷入一阵猛猛的状态 对 对不起 我 我不知道你 哎呀 没事的 我早就对这些不在意了 那 那你和江河是怎么认识的 大概是五年前吧 我父母带我去医院的时候 被人贩子给冰上了 是江河救了我 如果江河没有出现 或许我早就死在一个不知名的山区 对不起 露小姐 之前是我太冲动了 没事的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要是我哪天不在了 江河哥哥就交给你了 不许你那么说 你不会有事的 好 我知道了 此时的江家 除了在京市上学的江诺 和不肯回来的江江 江家人基本上都到齐了 包括江黎 江河 既然你非要来打扰我的生活 那就别怪我了 既然都到齐了 那我就说一件 小 小河 就这一次好吗 有什么事等吃完饭再说好吗 看着刘如恳求的表情 江河本打算不予理会 但想着 要是今天不把事情说清楚 恐怕日后江家人还会来打扰他 也就答应下来 好好好 刘管家快去备车 当众人来到白金汉爵的时候 门口的侍者早早地便接到通知 等候着江家人 小河你过来 你和小黎都坐在妈妈身边好吗 别 千万别 到时候任你儿子江黎生气 不得当场把我赶出去 小河 妈妈怎么会这么做呢 杀 怎么会这样 要我把你之前的分工伪计 再复述一遍吗 江河对此满不在乎地说的 行了 快坐下吧 没看你儿子江黎脸都白了 但让江河没想到的是 江姿与江黄 居然主动坐到江河身边 那你们搞什么 小河 之前是姐姐错了 你原谅姐姐好吗 二姐居然向江河认错了 这怎么可能 好好好 我原谅你了 好吧 那小河 这个你可以收下了吗 行 给我吧 见状 江姿更是差点喜机而泣 小河 你能再叫我一声姐姐吗 这个以后再说吧 也 也是 是姐姐着急了 但江姿不知道的是 江河现在只是把她当做一个陌生人 原谅一个陌生人 又有什么呢 江黄健壮 也想对江河说些什么 却被江河直接打断 先吃饭吧 小河 你这几天过得还好吗 好的很 睡得香 吃得饱 你没见我都胖了吗 小河 这二中 终究还是比不上海高 过几天 我安排你去海高吧 江秦刚说完话 就听见啪的一声 原来 是江黎一不小心用力过目 把筷子给折了 不 不好意思 我去一趟卫生间 江河 我能让你去不成一次 就能让你一辈子都去不了海高 不用了 二中挺好的 小河 这二中与海高的差距可是不小 以你的成绩怕事 成绩 这不用你操心 小河啊 要不还是听你罢的 这成绩还是很 是不是你好儿子江黎 说我成绩垫底 小黎他 刘如一世间 也是哑口无言 他对江河的成绩 好像从来都是从江黎口中得知的 我上一次模拟 海事前两百 应该不比你儿子江黎差吧 此话一出 江青也是一惊 这怎么可能 二中与海高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全是前一百基本上全被海高包人了 前二百在二中 至少要前二十才能堪堪几近前二百 小河你不会再骗我们吧 此话一出 江青也立即意识到自己说错话 我不是他的意思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不就是觉得我说谎吗 见此情景 江子也是连忙站出来打圆场 既然小河不想去海高 那就不去好了 二中也不错 突然 门外传来一声沉闷的导音声 居然是江黎昏倒在门口 小黎 快 快送一 爹上集 江黎为了彻底赶走江河 演了一串腐肉计 你们两个还不赶紧跟上 不然一会你们亲爱的弟弟江黎万一死了 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 小河 我们 你们先去 我回你们江家别墅等着 可以吧 那就这么说定了 小河 你一定要等姐姐回来 江河停留片刻 终究还是回了江家别墅 江河不知道的是 之前一直骚扰江星的刘宇 就在他的隔壁包厢 他居然跟一个小他六岁的小白脸好上了 老子哪点比不上那个小白脸 大哥 有没有可能 他们只是在演你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江星他有洁癖 怎么可能容忍别人吃他剩下的东西 但刘宇不知道的是 当时江星亲手递给江河那块点心 是露丝丝咬的 大哥 咱们不能让那小子再这么嚣张下去啊 咱们得想想办法啊 对 必须要给那小子好看 特么的居然敢跟老子抢女人 火腻掰了 大哥 你说那小子 有没有可能还是学生 学生 突然 刘宇一瞬间 像是想到了什么 我想起来了 他就是江青学校的学生 我见过他 大哥你想 既然江青小姐是学校的校医 而那小子是学校的学生 你觉得学校会允许 这种关系的存在吗 哦 是啊 学校怎么可能会同意他们在一起 我们先举报给学校 他们必定会顶不住 学校的压力分开 到时候 江青小姐一伤心 大哥你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嘿嘿嘿 可是 我追了江青那么久都没有成功 自古美人爱英雄 到时候我假扮混混去 欺负江青小姐 大哥您再出现 就嫁江青小姐 这事不就成了吗 哦 好好好 到时候成功 奖励少不了你 你是二中校长啊 我要举报 当江河回到江家别墅时 刘管家也是早早在门口等待 小少爷 您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老爷夫人呢 正在医院陪他们的好儿子江黎呢 此话一出 刘管家也是一惊 今天是江河小少爷回家的日子 再怎么样也该留一个人 陪着江河小少爷才是 那小少爷您等一下 我去给您收拾房间 刘爷爷 不用麻烦了 我不会留在这里的 小少爷 先带我进去吧 我会等他们回来 把一些话说清楚 来到江家别墅时 换班的保姆张沈 正好在收拾房间 见到江河的瞬间 也是又惊又喜 小少爷 你回来了 张沈 最近还好吗 好着呢小少爷 小少爷这次回来 还会走吗 此话一出 几人都陷入沉默 张沈似乎也明白了什么 小少爷 我一个干活的 也不懂什么大道理 但我相信小少爷 你这么好的孩子 老天一定会保佑你的 嗯 谢谢你张沈 张沈 我想回自己的房间 看看可以吗 打开房间的瞬间 一股酸涩感 涌上心 一切都是老样子 江河掏出刚才江资 还给他的木偶 摆正放在桌子上 就把你留在这吧 再见了 一直到凌晨 他们一家人才从医院到 对不起小河 刚刚是妈妈太着急 才把你给忘了 妈妈现在就给你 收拾房间好吗 不用了 我一会就走 此话一出 江资与江黄也是一惊 小河 你不是说回江家 等我们的吗 为什么还要走 我只是说等你们回来 没说我要住在江家吧 小河 我知道你还在怨恨妈妈 可是你弟弟他 跟江黄没有关系 这时江青也站出来说话 小河 之前是父亲对不起你 只要你愿意回来 我会立马向外界公布 你是我们江家少爷的身份 江先生 你不觉得这些事 是你早就应该做的吗 把我说成保姆家的孩子 难道江家那所谓的名声 就这么重要吗 江河 你不要得寸进食 你居然还在叫我江先生 你看 明明是你的错 现在搞得好像我才是罪人一样 我有什么错 没有江家 哪有你臭小子的现在 是吗 那这十六年 我是怎么过来的 你 这十六年 我从来没有依靠过江家 哪怕是你们把我接回来这一年 我依旧没有依靠过江家一次 我走 你们难道不应该高兴吗 小河 你在说什么 你走了我们怎么会高兴 我走了 你们的好儿子 好弟弟江黎 不就再也不用担心 你们会把他赶走吗 小黎他不是 我知道 江黎他那么善良 怎么会担心这些呢 对吧 妈妈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 这里是之前欠你们的三万块钱 你们要数数吗 江和 你这些钱是哪里来的 江黄害怕 江和是真的被那个江心给包养了 放心 不偷不抢 干净得很 小和 你之前不是说过 原谅姐姐了吗 求求你不要走好吗 是啊 江小姐 我早就原谅你了 所以也请江小姐 不要再来打扰我 这时 江姿才明白 江和现在只是将他当做陌生人吧 当江和走后 江家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妈 小和他真的走了 江黄说完这一句 便愣愣地上楼去了 为什么不还小和一个公道 不愿意把当年 江和被冤枉的事情说出来 就为了江家那可笑的名声 对不起小和 是姐姐对不起你 突然 江黄像是想到了什么 眼神再次变得淋漓起来 江心 与此同时 江姿同样是浑浑噩噩的 当他推开江和房门的一瞬间 那件木偶 正摆放在桌子上 看着这件木偶 江姿再也忍不住 失声痛哭起 搂在回孤儿院的路上 江和只觉得 整个人都放肚子 晚间的微风浮灭 夏日晚风自然是非常舒服 江和现在也将为自己而活 接上集 江和刚回到孤儿院 就被林若离抱着 江和哥哥 你就是大笨蛋 大傻瓜 大蠢祸 怎么哭了 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告诉我 我去 就是你欺负我 我怎么欺负你了 反正就是你 管那么多干什么 好好好 我错了 行了吧大小姐 这还差不多 随即林若离对江和说 诺丝丝是个好女孩 你可不准欺负人家 听到了吗 说完 林若离便转身回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一大早 江和刚到学校 就被校门口的校长带走 校长 您老人家 怎么有时间来找我 而校长也是看了一眼江和 他其实也不太相信 之前电话里那人说的话 所以还是打算 先试探试探江和这小子 怎么 我就不能过来看看你 您可别欺负我年纪小 江和 你是不是和江医生好上了 校长 您说什么 你小子别给我打混 老实交代 这些天你每天放学 都跑到医务室做什么 校长 您老人家误会了 我之所以每天晚上 往医务室跑 是因为之前昏倒 我没钱给江医生 所以才选择给江医生 打工抵债 那你和江医生 一同进出校园 是怎么回事 还有天晚上大半夜 你把江医生送回学校 是怎么回事 校长 您老人家真误会了 我慢慢跟您说 于是江和把之前江星 带他出去吃西 呗 探家晚宴的事情 全都讲给校长 当时思思也在场 思思 就是陆思思同学 他跟江医生 是好朋友来着 听完 校长也是沉默骗的 这样吧 你跟我去找江医生 当面说清楚 我看这就不必了吧 怎么 不敢 这倒不是 只是 怎么跟江医生解释 还希望江星 千万不要误会 但这一切 都被门外来给老师 找送试卷的陆思思听见 不会的 江和哥哥 怎么会跟江医生 当江和跟随校长 来到医务室的时候 陆思思也是小心翼翼的 跟在江和身后 江星正在给学生看病 给你开点感冒胶囊 平时注意保暖 多喝点热水就好 校长 江和 你们怎么来了 江医生 我来是想找你 了解一点事情的 校长也是不在啰嗦 直接把之前有人举报 江星与学生 谈恋爱的事情 说了嘴 谁这么无聊 突然 江星想起一个人 刘宇 不用说 除了这个小人 谁还会干这么无聊的事 没办法 江星也只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解释给校长 那就好 既然解释清楚 我也就放心了 而在门口偷听的陆思思 也是稍稍松了一口气 我就知道 江和哥哥不会的 那我和这小子就先回去了 不好意思打扰江医生了 就在校长与江和前脚当头 一身精致职业装的女 便出现在医务室 你来做什么 我来做什么 应该问问你 做了什么 你什么意思 我做了什么 江星一头雾水 你对江和做了什么 我跟江和怎么样 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吧 我是江和的姐姐 你说有没有关系 哦 江和的姐姐 此话一出 江星也是满脸激讽地看着江皇 你还好意思称自己是江和的姐姐 当时你是怎么在我面前诋毁江和的 你不会忘了吧 现在说自己是江和的姐姐 是不是太无耻了些 听着江星的话 江皇也是再也没了之前的气 他也想起了 他之前为了达成与江星的活力 在江星面前说的那些混账话 我 我之前 江皇差点被江星给带歪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江和的姐姐 先不说这个 你是不是在包养江和 此话一出 江星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你说什么 先前有人举报 他与江和谈恋爱 他以为就够离谱 没想到 现在直接说他包养江和 不要想着骗我 要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岂不说我没有 就算我真包养了 你又能怎么样 你说什么 怎么 你想跟我江家 拜拜手腕 你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 就凭你是江和的姐姐 那江和之前 因为滴血糖晕倒的时候 你在哪里 江和没钱看病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说什么 小和之前昏倒过 你还有脸腕 总之你最好不要打小和的主意 说完 自知理亏的江黄 也只能转身离去 见江黄离开 江星也是暗道 医生有病 一直到下午放手 江和来到学校医务室帮忙的时候 才得知江黄来过这件事 而一旁的陆思思 也是一直低头 不敢再看江星 他现在还在为之前怀疑江星 而感到羞愧 对了 江医生 你知道是谁打电话 举报给校长的吗 江星也是微微皱眉 终究还是没有对江和说出他心中的想法 毕竟刘宇并不是江和能够对 暂时不太清楚 但你放心 这件事交给我就好 这时江和接到周若云的电话 江和 我妹妹他三点了 需要五元块钱 周若云实在没有办法 这才找到江和 他借遍了所有亲戚 就连网上借贷 也因为他那个毒鬼父亲 把他拉入黑名单 包括卖掉那间 只有四十平米的小房间 这一切都因为他妹妹得了白血饼 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思思 江医生你们怎么看 江星与陆思思皆是沉默片刻 只要你愿意借给我 我什么都愿意做 不好意思周小姐 你想多了 我不是 我不是 借给周小姐吧 此话一出 江和与江星也是微微一景 江星更是直接开口道 思思 刚才他可是 没关系 我相信江和哥哥 也相信周小姐不是那个意思 思思 你确定吗 嗯 我确定 他明白那种被病痛折磨的感觉 既然能帮到周若云 又为什么不帮呢 哎呀思思 你怎么这么可爱啊 上级 江和走到学校大门口 发现江和早已再次等候多时 小和 能和姐姐找个地方谈谈吗 不能 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 见江和不答应 江和也是将目光转移到陆思思的身上 小姑娘 你是江和的同学吧 我是江和的姐姐 够了 江和没等江和把话说完 便直接打断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与江家的关系 那小和现在可以 走吧 这是陆思思第二次见到江和 如此生气 上一次 还是江和为了他面对 那个迟到小青年的时候 江和哥哥 需要我 没事 待会你就负责吃东西就好 而一旁的江皇 见江和与陆思思 走得那么近 也不由得动起一点小心思 若是能跟陆思思出好关系 说不定江和就会原谅我了呢 几人来到一家咖啡店 江皇已经提前预定好位置 有什么事就快说 我着急离开 小和 你还没吃东西吧 服务员 把我之前点的东西送上来 江皇也知道 江和并不想跟他谈话 为了能留住江和 这些都是他做的准备 对了 这位同学还没请教 陆思思见江皇问他 一时间有些慌张 主要这是 他第一次面对江和的家人 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 我叫陆思思 陆思思 真是个好名字 我是江和的姐姐 你叫我江皇 但江皇话还没说完 便再次被江和打断 行了 有什么事赶紧说 江皇看了一眼陆思思 还是选择直接说了出来 小和 你是不是被江心包养了 此话一出 陆思思也是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这个女人在说什么 而江和 自然也是一脸猛 之前江心只是说 江皇找过她 也没说江皇来找她的牧民 与你有什么关系吗 小和 你可不能为了钱就 是啊 我就是为了钱 我回江家是为了钱 偷你的首饰 也是为了钱 这下你满意了吗 说完 江和便直接带着陆思思 起身离去 小和 姐姐不是那个意思 姐姐只是担心 你被人骗了 所以才 姐姐 哦 你早就不是我姐姐了 你难道忘了吗 说完 江和便再也没有回头 而江皇听到江和亲口说 自己不是她的姐姐 也是愣在原地 过了好一会 才缓过神来 为什么 江和就是不肯原谅我 当江和来到 位于海市步行街夜市的 拉命店市 却发现 店门虽然开着 里面却没有人 嗯 周若云人呢 江和不由的眉头微重 一股不祥的预感 在她的心底蔓延 与此同时 位于海市郊区的一间工厂 在不为人知的地下 还有一间特殊的大型地下室 能不能跟 没钱就管 什么 你是不是出钱 脑子怎么可能比你小 快点走吧 别默契 而带领周若云呢 居然是之前来拉面馆 闹故事的状态 你就是周老鬼的女儿 我跟拉老多鬼没有关系 这些我不感兴趣 你那间店面 十万我收了 此话一出 周若云也是不由的邓大爷 斯文 哪个地段最骚扰路斯文 你觉得 你现在能卖得出去吗 你妹妹好像还等着钱救命吧 周若云捏紧了拳头 她没有选择的权利 而斯文 忽然再糟了 可以 接着 老板递出一张合同 给周若云 周若云也是在合同上 快速签下自己 这样可以了吧 什么时候打钱 见周若云签完字 老板却是笑出声来 老周 出来吧 话落 一个身材瘦小的男人 出现在周若云面前 你怎么 老周 你女儿不错 这是赏你的 没错 仅仅是十万块 周旺便能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给卖了 拖下去 先给兄弟们尝尝些 记得拍视频 要知道 这款最新型的音 就算是太森西一口 也要变成太底 对不起妹妹 此姐姐妹永 对不起 而周若云的父亲 在拿到钱后 便回到赌局 而此时的江青 正在与他的好妹妹 江白对我 姐姐你永远都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江青满脸无奈 他是真的不想跟他那个疯子妹妹联系 若是不借助江白的力量 恐怕很难找到周若云 行了 这次谢谢你 挂了 姐姐大人 姐姐大人是需要我的 是我的姐姐大人 此时被绑在椅子上 受尽折磨的男人 已经被江白吓破了 你之前做的那些事 我都调查清楚了 贩卖人口 逼粮为娼 开设赌场 其实这些我都不在乎 突然 江白抄起棒球棍 直接猛的 砸向男人的大力 但你不该把手伸向姐姐大人 把他两条腿截了 然后扔到精神病院去 明白了吗 是 周若云在哪里 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 小子 这里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给我滚出去 下一秒 无数的特警鱼挂入 江河也是借此时间 快速地找到周若云 周若云 周若云 江河见周若云不能回答 也是直接一把抱起他 送往医院 当这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 江河也是带着 露丝丝与江西 来到医院 去看望周若云 你先好好休息 其他的以后再说 对不起丝丝 我之前对江河说你那些话 你一定就等我黑下见吧 怎么会呢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 陆思思并没有因为之前周若云的话而生气 他也相信江河绝不是那种人 不然他也不会到现在都没有尝试过接吻的感觉 思思你怎么了 没 没事 就在这时 一名女警走进病房 你好 是周若云女士吗 你的父亲想跟你见一面 接上级 周旺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周若云给卖 小若云 爸爸知道错了 你可千万不认 你知不知道 我妹妹她的白血饼了 拿四万块 是她的九名钱 要不是江河出现 周若云都不敢想未来会发生什么 先不说这个 小若云 你起跟警官们该死该死 最好能先把我拢出来 等我出来 我一定同该前飞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幻想 小若云 你都相信爸爸的意思好吗 求求你了 祖神 你帮我说 买给他群人家的事 我还没说你 此话一出 就连江河几人 都用一样的目光看向周旺 卖女儿 没想到周旺 居然已经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 小 小若云 求求你了 不要说好吗 果然 人只有大难领头 才知道什么叫回 但周若云 却只是什么都没有说 他绝对不会再相信周旺的鬼 见周若云要走 周旺也是心意 直接给周若云跪下 小周云 爸爸求求你了 周旺是真的怕 他不能接受 离开堵捉的日子 贼鬼 死你前妈妈的 到监狱去探挥吧 说完 周若云便再也没有回头 事情结束后 周若云察觉到一件非常不妙的事 我好强 咱里喜欢上江河了 当江河回到孤儿院的时候 却发现一个人隐在门口不断的晃 江河 你怎么在这里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让开 我就不让你能把我怎么样 突然 江江似乎是发现不远处 居然还有一家孤儿院 于是看了眼江河问道 你就住在这附近吗 江江之所以来到这 就是为了寻找 之前救过他的男孩 对 我就住在这 你满意了吧 不是 你什么态度 再怎么说 我也是你三姐 你怎么跟我说话的 你之前不是说 不想与江家有任何联系吗 那之前爸妈跟我说你回家了 让我回去是怎么回事 江河 差不多就行了 别到时候搞得大家都没有耐心 得不偿失 你说的对 是我贪恋江家的生活 是我欲擒故纵 想要回到江家 所以 现在可以让我这条丧家之犬 过去了吗 你 江江没想到 江河会这么说 一时间有些语色 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再说 你没回江家之前 就一直住在这里吗 是啊 现在我也住在这里 那你还记得这一片 有没有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 对了 年纪现在应该跟我差不多 嗯 江河有些疑惑 这个江江问这个干什么 高高瘦瘦 你找他做什么 当然是他之前 就在这时 江江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什么 有线索了 我这就过去 真是搞不懂 浙江家人怎么没一个正常呢 忽然 一道人影 出现在江河的面前 江里 你来做什么 江河 只要我在一天 你就永远别想回到江家 你没完啊 是吧 江河哥哥 你这是做什么 放开我 果然 下一秒 刘如与江晴 便出现在江河的身后 小河 你这是在做什么 快放开你弟弟 听着刘如的话 江河也大致明白 江丽为什么要从医院跑出来 刚才又为什么要激怒他 让他出手 小河 你先松开你弟弟好吗 妈 就让江河哥哥打我吧 江河哥哥 只要你愿意回家 你怎么打我都行 是吗 那我就真要谢谢 我这个好弟弟了 上次的教训 还没记住的话 这次可不要再忘记了 说完 江河便把江丽随手一跌 直接转身回孤儿院去 而在江河走后 江丽也是小脸一嘴 再次晕了过去 刘如急忙带着江丽赶去医院 当江江赶到医院的时候 就听见江琴有些愤怒的时候 再怎么样 江河也不该对他弟弟动手 小黎怎么样了 是不是江河那臭小子又动手了 不关江河哥哥的事 是我太着急了 才惹得江河哥哥不高兴 看着江丽委屈巴巴的 江江更是怒上心头 我去找他 让他过来给小黎道歉 说完 便头也不回的 去找江河麻烦 其实之前那通打给江江说 找到线索的电话 就是江丽指使 因为他发现 之前那个真正救了江江的人 正是江河 我绝不允许这件事暴露 要不然我在江家的地位 将再次被动摇 江河 要怪就怪你不该出现在江家 与此同时 江江已经来到孤儿院 江河你给我滚出来 见江河出来 江江也是快步上天 一把扯住江河的衣领 眼神之中满是怒意 你对小黎做了什么 小黎现在在医院你知道吗 我之前就警告过她 不要在我面前蹦她 江河 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模样 动不动就打人 简直就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暴力狂 可话一出 江河倒是提起一丝兴趣 那我以前是什么样 既然我以前不是这副模样 应该很招你们喜欢吧 是不是 是我的好姐姐 我 江江被江河的一番话 刺激的说不出话来 不管怎么说 你都不该对小黎动手 跟我去医院道歉 我可以跟你去道歉 但你要发誓再也不来打扰我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打扰你 我难道不是关心 难道是关心我 大半夜过来为难我 是关心我 逼我去给一个小畜生道歉 叫关心我 江河 别要是不跟我去道歉 这辈子都别想我同意你回江家 求之不得 说完 江河转身就走 很好江河 到时候你别哭着回来求我 江小姐 您之前让我们调查的人 我们已经通过大数据 以及走访调查 筛选出一定的范围 大致可以确定 当年就像您的男孩 依旧还在郊区孤儿院 这一片居住 同时 我们也安排了大量的人手 进行大规模排查 挨家挨户的寻找 请江小姐放心 很快便能给出您一个满意的答案 还在孤儿院这一片吗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接上集 江河收拾完衣物室 与江星告别后 便带着陆思思一同前往周洛云的拉面店 思思 自己爱怎你写一写利 要是没有利 我都不知道该这么办好了 这些都是江河哥哥的功劳 我其实没帮上什么忙 文言 周洛云也是对江河直接鞠躬 江河贤身 肥上该血 不客气不客气 就在这时 一道十分见数的深意 走进拉面店 老板 上三碗拉面 嗯 江河 陆班长 你们怎么在这 文言 周洛云有些好奇地看着几人 张言 你怎么来了 这应该是我问你吧 说 你是不瞒着我和陆班长在一起了 文言 陆思思的小脸瞬间变得通红 他们在一起的事情 就连他的好闺蜜都没有告诉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思思现在是我女朋友 你小子可以啊 居然瞒了我这么久 张言将江河拉到一边 神神秘秘地对着江河说了些什么 能不能娇娇老弟 我 我是真羡慕啊 江河看着张言那硕大的胸肌 与强健的体格 小伙子 你要相信你自己 倒不是江河不肯说 而是他根本不会 他跟张言就是半斤对八两 对了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 哎 别提了 这健身房周围卖的都是些 重油重盐的食物 吃那些东西不白锻炼了 我也是没办法才跑这么远的 对了 老板 还是三碗拉面 跟以前一样 好嘞 嗯 这是他第一个回头课 没想到还是江河的同学 什么和以前一样 少有少言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来就被惊艳到了 居然有拉面这么清淡 简直太贴心了 此话一出 江河也是一拍额头 好家伙 跟他想的一样 那是少有少言吗 那是根本没方啊 突然 江河像是想到些什么 对着张言问道 你们健身房的人多吗 那当然 我们健身房可是全海是最大的 你是不是也想锻炼 我带着你怎么样 帮你满意 这倒不用了 你们健身房大概有多少人 能说个稍微具体的数字吗 大概一千多人吧 不过是包括教练以及工作人员 还有一些不经常来的 这个数字已经大大的超乎江河的意料 居然这么多 这么多人 周边又没有稳定 且适合健身人士的餐饮店 那这机会不就来了吗 那啥 帮我个忙怎么样 说吧 跟我还客气啥 把你们健身房的老板介绍给我认识认识 我想跟他谈点合作 文言 张言有些好奇地看着江河 江河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隐藏的富二代 看着张言那富小袍根问底的眼神 江河也是一时间哭笑不得 曾经是 现在不是了 没骗我 你看我拿点像富二代 陆思思看着两人 一时间也是忍不住五嘴轻笑 只是突然间 他只觉得心脏猛低一阵 一股痛楚袭来 与此同时 江星正准备刺建刚来海市的江白 而就在二中不远处的一条小巷子里 三个人正在大眼瞪小眼的等待着什么 都等了这么多天 这江星怎么还不出来 不应该啊 大哥按理说江小姐 作为江家大小姐 还能住在学校吗 哎 来了来了 只见一道摇躺的身影 出现在几人的眼前 行动 小妞 一个人啊 江星看着面前的两人 根本没有搭理他们的意思 不搭理我们 小妞真有个性 哥哥很喜欢 小妞 就跟哥哥走吧 哥哥一会 带你去个好地方 帮你爽到飞起 说着 两人就要上手去抓江星 而刘宇也是准备出手 演绎出英雄就美的好戏 谁料突然出现两道如山月一般的身影 把两人吓得大气都不敢 呀呀呀 这是谁呢 原来是我的姐姐大人啊 江白来到江星面前 满脸好奇的看着江星 姐姐大人 现在就连这种杂鱼都敢来调戏你了吗 真是可悲啊 而面对江白的挑衅 江星没有说话 至于刘宇 现在正被吓得不知所措呢 江 江白 姐姐大人 你说这两人该怎么处置呢 是烧了 还是陈海 这两人一听 直接吓得尿了哭 扑通一下 直接给江白跪了 说着玩呢 洞丝行可是违法的 把这两人送到公安局吧 上车吧 我的姐姐大人 这次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你该怎么感谢我 你说吧 只要我能做得到 是啦 那我可要好好想想了 突然 江白话锋一转 最近你跟那个江河走得很近啦 文言 相信瞬间变了脸色 你调查我 哎呀呀 姐姐就是这么对待恩人的嘛 我已经退出江家核心 家主之位也无心去争 就算这样 你还是不肯放过我吗 小时候 你每次调皮被罚 都是我为你求情 替你受罚 现在你就是这么对待我的 江星就这么看着江白的眼睛 他不明白为什么 两人现在会变成这副模样 难道在江白眼里 他就是那种贪图权利的人吗 若是我真的贪图那个位置 我为什么会离开近视 看着江星为自己 不断解释的小模样 江白也是扑翅一声笑了 你笑什么 没事 我就是觉得姐姐大人 真的是太可爱 太天真了 天真到令人作 说完 江白就这么看着江星 却让江星微微一颤 我说过 你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 现在跟我去找一趟江河吧 最好不要让我发现 你们有什么关系 要不然 姐姐你知道我的手段 你真是个疯子 不可理喻 姐姐大人原来知道 我是疯子啊 那姐姐大人 可不要让疯子发疯哦 说完了 便静止地向着江河所在的位置 而正在拉面店商讨与健身房 合作事宜 的江河 自然是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丝毫没有察觉到 危险即将到来 试用一个星期 当然没问题 周小姐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最好再招一个配送 不然我白天上课 你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 明白了 天上级江星和江白两姐妹来找江河 你就是江河吧 我是江星的妹妹 叫我小白就好 此时的江白 就像是一个可爱的邻家小妹 对了 听姐姐说 你和她关系很好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江医生一直在帮我 我自然很感谢江医生 姐姐 能跟我说说吗 妹妹真的很想知道 江星明白 要是让江白知道 之前江河假扮过她的男朋友 绝对会发疯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江白的脸色微扁 但很快又恢复过来 江星越是隐瞒 她就越对江河好奇 咱们坐下来说吧 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 好了 正好我也想 我警告你 不要打江河的主意 我跟她没有关系 你明白了吗 为什么 姐姐大人是在怕什么呢 你是不是有病 我怎么样与你有什么关系 可是姐姐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明明说过 会保护我一辈子的 江星确实对江白说过这种话 可是江白是怎么对她的 你还好意思说 你特么良心是被狗给吃了吗 看着江星那副咬牙切齿 江白反倒有些兴奋 我是怎么对你的 你又是怎么回报我的 把我踢出董事会 逼我离开京市 这些不都是你的杰作 现在我选择离开 来到海市生活 你还是不肯放过我 原来姐姐是这么想我的吗 江白罕见的沉默了一宿 那姐姐大人 为什么不肯答应我 留在我的身边 留在你身边 当你的狗吗 江白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姐姐大人 你永远都逃不出 我的手掌心 你特么真是有病 此时江河端上 四碗热气彤彤的密质拉米 江白也是直接坐到了 江河哥哥身边 我能叫你江河哥哥吗 此话一出 鹿丝丝身躯微微一震 江星更是直接 将筷子拍在桌子上 你给我过来 为什么呀 江小姐 要不你坐我身边吧 这位漂亮姐姐 难道是江河哥哥的女朋友 江白眼眸之中满是机讽 漂亮姐姐 你这么软弱的性子 可是守不住江河哥哥的哦 江白小姐 丝丝是我女朋友 哪怕你是江医生的妹妹 也请你出去 哎呀哎呀 我只是开个玩笑 丝丝姐姐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江白主动来到陆丝丝身边 笑着对陆丝丝说道 对不起丝丝姐姐 刚刚是我说错话了 你能原谅妹妹我吗 好了 江白 跟我回去吧 可以呀 那丝丝姐姐 张河哥哥再见 说完 江白居然主动走出拉面 这也让江星松了一口气 不好意思 我这妹妹脑子不好 那我就先走了 笨 江医生再见 丝丝 时候不早了 我先送你回家吧 嗯 我们走吧 两人走在大街上 陆丝丝看上去 有些心事重重 江河哥哥 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刚才江白小姐那么说话 我都不敢有所回应 陆丝丝的嗓音很流合 但现在也止不住 有些低沉女安排 我没有若丽妹妹那么活泼 也没有周小姐那么洒脱 更没有江医生的沉稳 之前还害得江河哥哥受伤 说着说着 陆丝丝的眼泪 只能住得从眼角落 江河哥哥 要不我们还是 你也要抛弃我吗 不 不是 我只是觉得我 丝丝 我喜欢你 谁 什么 我喜欢你 之前是你对我表白 这次到我 江河单膝跪地 就这么看着这个可爱的小偷包 这位美丽的小姐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烟花溢了 转瞬即逝 但真情不会 江河 我 我 江河 陆丝丝 大半夜不回家 你们在做什么 校 校长 您老人家怎么在这 你还知道我是校长呢 继续亲啊 怎么停下来 校长 您老人家说什么呢 行了 你小子下次连考 要是考不进全室前一把 你就死定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校长看了眼陆思思 陆思思此时已经有些晕头转向 刚刚江河是要亲我吗 那我应该让江河亲吗 这可是我的初吻 就这么给江河的话 江河会不会认为 我太亲服了 可是不给的话 江河会不会生气 行了 照顾好陆思思 早点回家 知道了 校长再见 直到校长走远了 他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突然 江河感到脸颊有些温热 他刚刚是亲了自己吗 江江河哥哥 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陆思思此刻的小脸 就如同熟透的红苹果一样 江河哥哥 我真的好喜欢 好喜欢你 问问 我也喜欢你 真的吗 真的 没有骗我 当然 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 两人都沉浸在这种恋爱的感觉中 而此时的刘宇 可就不那么好过 他深知江白的手段 要是被江白知道 背后是他指使 他可就完了 于是 刘宇连夜收拾行李 准备离开海市 江星 等着吧 我还会回来 这时两道身影出现在刘宇的身体 你们干什么 想抢劫吗 卧槽 江白 当看到江白的一瞬间 刘宇直接给跪了 因为他知道 他要完蛋了 第二天下午放学后 江河便去找江星请一天的假 只是江河没想到的是 江白居然也在 江医生 我想请一天假 去找健身房的老板 仔细谈谈 江河哥哥 要不带上我吧 我可是很厉害的 这就不麻烦江白小姐了 江河哥哥 你可能不知道 我可是京城江家的首席商业顾问 多少人找我咨询我都 那就更不能麻烦江白小姐 撕撕我们去 说完 江河便拉住路撕撕的小手里去 只留下一脸猛的江白 江河 好的很 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难道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剧情 还真是精彩 夜上集 江河跟健身房老板谈合作 竟被江白从中捣乱 我说过了 江河跟我就是普通朋友关系 江河是什么样的人 我也很清楚 你别想 姐姐大人 有让普通朋友假扮男朋友的吗 我记得姐姐大人是有洁癖的吧 难道你会让普通朋友吃你咬过的东西吗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江心不由的一晃 江白 你听我 不用说了 姐姐大人 我暂时不会对江河动手 我会亲自让江河原形毕露 到时候 姐姐大人就会知道 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说完 江白便直接离去 他要去布置一场好戏 一场专门针对江河的好戏 与此同时 江河与陆思思已经在去健身房的路上 江河哥哥 要不还是带上江白小姐吧 那你就不怕我被别人抢走 怎么会 我我相信江河哥哥 既然相信我 那就不用担心 一切有我在 嗯 但两人不知道的是 江白就在他们身后 不紧不慢地跟着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教练 也是这里的老板 你们叫他刘哥就好 小兄弟有点瘦啊 要不要扮张卡先 可以啊 正好我也想着要锻炼锻炼 到时候还得麻烦刘哥多指点指点 江河想锻炼 只是其一 借着半卡与刘辉拉近关系 才是重点 而刘辉见江河这小子 这么伤他 也是暗自点头 江河小兄弟 对于你之前提到的合作 我非常感兴趣 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刘哥你说 我希望能以入股的方式 来促成这次合作 文言 江河也是沉默片刻 他在来这里之前 便想过这个问题 但这件事的决定权 并不在他的手上 不好意思刘哥 这件事恐怕要过段时间给你答复了 没问题 你们慢慢考虑 要是同意的话 我愿意出一百万入股 但就算不同意也没有关系 该怎么合作 就怎么合作 那就多谢刘哥了 明天的试用 绝对不会让刘哥你失望的 两人也是一拍即合 一切都是那么顺利 就连江河都感觉有些顺利过头 对了江河小兄弟 你不是要办卡吗 我先给你免费试用一年 不用刘哥 我自己付钱就行 这是什么话 你是张岩的同学 也是我的合作伙伴 来这里还要你花钱 那不是打我的脸吗 没有办法 江河也是好接下 刘朵 快点出来 见刘辉话音刚落 一位身材高草的美女 出现在几人面前 怎么了老爹 你去教教这位江河小兄弟 注意分寸知道吗 教练 让大师姐来是不是有些 没事 年轻人怕什么 挑战一下极限是有好处的 江河带着陆思思来到休息 思思 你就在这里看着我 出什么事一定要叫我知道了吗 一直到江河离去 边上小姑娘才开口对着陆思思说的 你男朋友可真贴心 就是瘦了点 要是出了什么事 她能保护得了你吗 能的 待会试试你的极限 要是撑不住就说出来 明白了吗 这也是为了不让江河受伤 先试试杠铃 紧前深蹲 不要勉强知道吗 刘小姐知道棒吹吗 棒吹 什么意思 就是在火车站或是商场 替别人挑大件行李 或是货物 一趟大概能赚个五到十块钱 跟这个有点像 就是没这么高级 说完江河便按照标题 站在杠铃杆的下面 很轻松的便举了起来 刘小姐不是要测试我的极限吗 最终江河举起了一百银金 刘朵尔也是不可置信的看着江河 很难想象江河这瘦弱的身躯 到底是怎么撑起这么重的杠铃 这得吃了多少苦 有能力 懂得人情是故 也能吃苦 要是我那宝贝女儿 能看上这小子就好了 就在这时 一通匿名电话 打到刘辉的手机上 刘辉 海事通达健身房老板 身后还掌管着不少家建筑公司 身价过亿 我说的没错吧 你想说什么 不要拐弯磨脚 刘辉可不是什么擅长 作为大老板 这种威胁的电话 他见多了 刘老板 接下来你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不然的话 你的那些公司 包括这家健身房 可能都保不住哦 似乎是为了验证自己 刘辉下一秒 便接到一通内务电话 刘总 出事了 我们的骨架 听完属下的报告 刘辉的眉头皱得更深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你只需要照我说的做就好 而他要做的 就是让与江河合作的老板 排高此次合作的要求 以此来逼迫江河找他帮忙 还没有人能拒绝我 江河 我要你低头来求我 当听完江白的要求后 刘辉也是贪坐在椅子上 对不起江河小兄弟 江河 你能跟我讲讲 你之前的故事吗 啊 我之前的故事吗 其实也没什么 哎呀 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不不妈妈的 我就是对你比较感兴趣啊 没有办法 江河也只好慢慢说了一些 他之前的故事 你是孤儿 对不起对不起 我刚刚随快 没事 我早就不在意了 江河小兄弟 你跟我过来一下 有点是要跟你说 刘哥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江河小兄弟 我刚才想了想 这次合作还是要慎重些 嗯 刘哥 你接着说 江河大概也能猜到 是怎么回事 不过倒是没往江白身上去想 一百万 只要你能拿得出一百万 这次合作 你怎么样都可以 刘哥 我能冒昧地问一句 是有人 抱歉 我不能说 笨 我知道了 谢谢刘哥 说完 江河便要转身离去 却被刘辉喊住 江河小兄弟 我托大叫你一声小江 只要你度过这次难关 我刘辉发誓 日后你的事 就是我刘辉的事 江河哥哥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跟刘老板商谈一些 合作方面的事物 刘小姐 我跟思思就先走了 下次有机会再来找你知道 刘朵柳没意证 什么意思 什么叫有机会再来找我 是不是我老爹为难你了 我去找他问清楚 说着便要上楼去找刘辉 江河也只好先带着陆自私离开 你上来干什么 说 你是不是为难人家江河了 你不是不喜欢江河那小子的吗 什么叫喜欢 我就是打抱不平 是江河告诉你这件事的吗 不是 我猜的 那你现在就为了一个猜想 来质疑你老爹 还是说 你喜欢江河那小子 老爹 你搞什么 我跟这小子才见过多久 你记住 我们刘家人绝对做不出抢别人男朋友的事 明白了吗 我什么时候要抢别人男朋友了 见刘朵不依不饶 刘辉也只好如是说出之前的情话 听完 刘朵也是小脸一摆 扁老爹 你也招惹不起的人吗 江河一个孤儿 这一路过来吃了多少苦 为什么有人会跟他过不去 那还是人吗 对不起女儿 是老爹无能 与此同时 江河与陆思思走在回家的路上 陆思思的心思信义 又怎么可能看不出江河的为难之处 江河哥哥 是不是 放心吧 都会过去的 江河哥哥 我想知道 我想为江河哥哥出一点力 哪怕只有一点 看着面前有些傻得可爱的小姑娘 江河也是忍不住 哭呲一声笑得出来 江河哥哥 你笑什么 傻妮子 就是那刘老板要入股的事情 到时候跟周小姐商量商量就行 真的吗 江河哥哥没有骗我 那当然 难道你不相信我 当然不是 与此同时 江白也接到了刘辉的电话 在得知已经按照他的吩咐去办了后 也是安安静静地等着江河上门 我就不相信 江河会放弃这次合作 但让江白没想到的是 一直等到第二天天亮 江白都没有接到来自江河的电话 这时江白才想起来 江河好像根本就没有他的电话 失散了 不过没关系 我主动上门送给他 随后 江白便来到江河的学校 正巧江河也刚刚放学 正在帮助江星搬运新来的药品 哎呀 这不是江河哥哥吗 江河只是看了江白一眼 便没再理会 江河哥哥 你见到我 就没什么想说的吗 江白 你又在发什么疯 姐姐先别说话 江河哥哥有话要对我说呢 此话一出 江河更加猛逼了 江白小姐 我好像没什么话要对你说 你要是没事的话 可以去里面坐一会 你你你 江白也是被江河的态度 气得直多久 这个江河 真是不实抬举 难道要我亲自递上 我的电话号码吗 你到底想干什么 江星虽然觉得江白脑子不好 但他知道 江白从来不做没有目的事情 这时 一道身影 出现在两人面前 来人正是江黄 小河呢 他在这里 对吧 这个女人又来做什么 小河 你怎么在干这种活 江星 你是什么意思 小河跟姐姐走 还有江星 我跟你没完 江小姐 之前不是已经把话说清楚了吗 为什么还要过来找我麻烦 小河 姐姐怎么会是过来找麻烦的呢 姐姐只是看你刚刚在搬那么重的东西 是不是江星她欺负你了 这就不必江小姐操心了 江医生对我很好 我之前搬过的东西 也比这药重得多 小河 你之前便做过这些吗 你不知道吗 我记得之前跟你说过啊 有吗 好了 江小姐要是没什么事 就先回去吧 小河等等 姐姐有话想跟你说 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 小河 当年的真相 我已经知道了 不是你偷的项链 是江离她 不用说了 我不在乎 小河 就当姐姐求你了 跟姐姐回去吧 我会让江离给你道歉的 道歉 有什么用 是姐姐说错了 不会 我会让江离开 让她离开江家 还是让她给我跪下 都做不到吧 好了 江小姐还是赶紧走吧 不然一会就要下雨 我会让江离离开江家 小河 你相信姐姐 江河没想到 江皇居然能说出这种话 但江河早已下定决心 就算江离离开 江河也不会回去的 江河 你跟思思先回去吧 不然一会下雨就走不了了 那好 我先跟思思回去了 这是江白才想起来 江河还没有找她要电话 江河哥哥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雨伞忘拿了 谢谢江白小姐提醒 说完 江河便带着陆思思头 也不回地离开 而江白直接实话愣在原地 江河 你给我等着 而江河这边 刚上出租车 就接到孤儿院院长的电话 什么 若离到现在还没回去 会不会去祭奠她的父母去了 挂断电话 江河深吸了一口气 江河记得 这几天 好像正是那小妮子父母的记忆 若离妹妹 不会有事的 谢谢你思思 每次陆思思的话语 总能在她焦躁的时候 为她抚平情绪 江河真的很庆幸 陆思思能喜欢她 司机师傅 就把我放在这就行 江河下车后 便快步向着城郊的墓地感觉 其实墓地与孤儿院并不远 突然 一道人影 出现在江河的面前 江河 带我去孤儿院 江河看着眼前的女 很难想象 这是江江 让开 我没时间跟你闹 江河 求求你了 天马上要黑了 还下着雨 我真的很害怕 我要去孤儿院 找一个很重要的人 求求你了 江江眼眸含泪 她是今天才得到消息 之前救过她的男孩 就在城郊这片的孤儿院 江江 我也求求你 放过我不行吗 可是 无论江河如何推开江江 都无法让江江松手 没有办法 江河只能强压住内心的躁动 朝前一直走 过一道石桥 再往前走一段时间 便是孤儿院 明白了吗 谢谢你 谢谢你 林若李 林若李你在哪 江河哥哥 当江河看到林若李没事的时候 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你克妈脑子里装的是什么 这么多年书都白读了 这么大的雨 你想死吗 对不起江河哥哥 对不起 看着少女那副气不成声的脸 江河没再说什么 她明白那种感受 来 我背着你走 还记得吗 当年你被人欺负 我去给你找场子的时候 就是这么背你回孤儿院的 江河哥哥 对不起 林若李将头埋在江河的背上 滚烫的热泪 时不时夹杂着雨水滴落 既然知道对不起 那下次就不要再干这种穿势 明白了吗 嗯 我知道了 就算一定要去 也要通知我 或是院长 我陪你一起 林若李将自己滚烫的小脸 贴在江河的后面 用江河听不到的声音 喃喃自语 为什么只能是哥哥 此时 江江已经按照江河的指引 来到这家位于成交的孤儿院 有什么事吗 你好 我是来找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 年纪跟我差不多 他之前救过我一命 你说的人 现在还没回来 先去换一身衣服吧 江江连忙道谢后 就去礼物换衣服 而院长则是继续等着江河与林若李回 而江河这边因为身体本就营养不了 刚到孤儿院门口 就一阵天旋地震 重重地摔在地上 耳边只能听到林若李的呼喊 你哭起来 此时的江江也听到外面的动作 当看到林若李女院长 正拖着一个人往里面进去 江江也是连忙上前帮忙 当她看清楚被拖着的人时 也是一惊 江 江河 他这是怎么了 见状 江江也顾不上别的 直接把江河抱了起来 江河哥哥 林若李还想跟着江江进卧室 却被院长拦住 先换身衣服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此时换好衣服的江河 正躺在自己的床上 眉头紧锁 脸颊通红 额头依旧是烫得吓人 都是你自作自受 小黎一直把你当亲哥哥 你怎么就容不下他 非要回这孤儿院 要是江河听得见这句话 恐怕都要被气血 还有你怎么这么瘦 要是吃得不好 为什么不说呢 难道还要等我们自己发现吗 江江气愤地看着江河 他也没想到 江河居然这么情 可是无论江江如何自我安慰 内心都会忍不住地慌乱 都怪你自己 好好在江家待着不就行了 不就不用在这里吃苦了 此时院长端了一碗姜汤走过来 江江这才没再继续对着昏迷中的江河说什么 喝了吧 屈寒 江江没想到这是给他 也是连忙接过说了声谢谢 药都给小河吃了吧 吃了但还是再烧 再等等吧 要是烧还下不去 那就去医院 对了 你不是要找那个高高瘦瘦和你年纪相仿的男孩子吗 他就是 此话一出 江江顿时 怎么会 难道真的是 看着床上的江河 江江此时就连呼吸都要停止 对啊 住在这一带 跟我年龄相仿 高高瘦瘦的不正是江河吗 但若是江河的话 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件事 江河 你快醒醒啊 姐姐 姐姐有事问你 江江此时已经彻底慌乱 哪怕是林若莉出现 她也没有注意 依旧使劲摇晃着江河 你在做什么 若莉瞳孔骤然收缩 一把便将江江猛的推开 你在对江河哥哥做什么 给我滚出去 而听着耳边的怒吼 以及身体撞击 墙壁的朋友 江江这才回过神来 我刚刚在做什么 给我滚啊 与此同时 江家别墅 江父江母 也还焦急的等待着什么 你说小江他到底去哪里 找到了 江江找到了 江黄连忙把电话递给刘如 小江你在哪里 怎么不接电话 我现在就去接你 对不起妈 我可能要过一段时间 再回去了 你说什么 刘如还想再说什么的时候 电话已经被挂断 没事的妈 小江可能心情不好 只要人安全就行 同时 江江也收到了 来自经纪人的电话 江江 我的小祖宗 你到底在哪里啊 你知不知道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知不知道 这次采访对你来说 意味着什么 我不去了 你说什么 江江 这可是关乎到 你今年的影后评选 你知不知道多少人 嗯 无所谓 江江依旧是面无表情的挂断电话 小和 姐姐等你给我一个答案 而江皇像是下定某种决心 对着江秦和刘如说道 爸 妈 把小离送走吧 此话一组 江秦与刘如两人皆是一惊 为什么 黄儿你为什么这么说 爸 妈 你们难道不认为 把杨子和亲生儿子都留在江家 是件很愚蠢的事情吗 为什么 小离他 妈 小和受了那么多年的苦 现在他还住在孤儿院 我之前去看他的时候 你知道他在干什么 干什么 他在替人搬箱子 天天都要干那些脏活累活 文言 刘如也是彻底绷不住 眼泪止不住地落下 小和他 而江秦也是在一旁沉默不语 爸 我们给小离一笔钱 然后再买栋房子写在他的名下 保证他不会受苦 难道这样都不行吗 别说了 我们江家刚给小离办了成人礼 整个海市谁不知道 你现在让小离走 我们江家的面子往哪里搁 难道小和就比不上那所谓的面子 是不是哪天我让江家蒙羞 我也要离开江家 说完 江皇便低垂着眼眸 脚步轻浮地回自己的房间 江皇没有注意到的是 楼上的江离 已经将这一切都听在耳朵里 江和 是你自己找死的 这次我一定要你彻底消失 对不起江和哥哥 真的对不起 真的知道错了 江和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我去给你倒水 不不可 你先坐下 健壮 林若莉也是乖乖地听话 刚才不是还叫我哥哥的吗 怎么 我醒来就不叫了 我为什么要叫你哥哥 林若莉突然站了起来 江和也不知道 自己哪句话 得罪这小意思 刚才不还好好的吗 江和 你难道真的不知道 我为什么不叫你哥哥吗 你想做我的哥哥 但我不想做你的妹妹 你懂吗 为什么 你之前不是说过 要一辈子做我的妹妹吗 江和 你以后会明白的 现在好好休息 我也知道错了 下次不会再那么蠢了 而一直在门外的江家 在听到江和醒来的动静度 却没有第一时间冲进去 询问江和当年的真相 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江和 自从江和回到江家 他就一直不待见江和 每次江和与江里产生冲突 他也是从来都站在江里那 一边去指责江和 他这样的姐姐 江和真的会原谅他吗 但江江终究还是下定了决心 你给我出去 小和 姐姐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小和 姐姐 这几个词是江江嘴里能说出来的 你没发烧吧 脑子出问题了 姐姐没事 姐姐问你几个问题就走 好吗 那你赶紧问 问完赶紧走 小和 你还记得几年前你救过一个人吗 记得 是陆思思 怎么了 不是不是 是一个落水的女孩 你还记得吗 就在不远处的大河 落水 江和突然想起来 她确实救过一个女孩 就在孤儿院不远处的那条河里 当年我救的那个女孩 难道是江江 小和你说话 姐姐没有别的意思 而林若丽 也好像想到什么 江和 我想起来你好像有一次 没有 江小姐 我从来没有救过什么落水女孩 你现在可以走了 江江已经听到了林若丽所说的话 既然江和不愿说 也只能问林若丽了 求求你告诉我好吗 求求你了 既然江和不想说 那肯定有江和自己的理由 文言 江江像是确认了某件事 看向江和的眼神已经变了 小和 姐姐求你了 求求你不要再瞒着姐姐了好吗 我瞒你什么了 说了不是我 你听不懂人话吗 既然问完了就滚吧 好好好 姐姐这就离开 小和你别生气 姐姐这就走 此时的江江却下了一个决心 要用行动为自己之前的所作所 赎罪 第二天江和刚醒就接到一个电话 是江和哥哥吗 又没有想小白呀 没有 说完江和直接就给挂了 这姑娘大早上的 脑子没毛病吧 好你哥江和 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 而江和又接到一个电话 江和哥哥 你没事吧 若丽妹妹怎么样了 没事没事 若丽也找回来了 对了 你没着凉吧 尽管江和努力使自己的嗓音听起来不那么沙哑 但终究是只抱不住 江和哥哥 你嗓子怎么了 是不是生病了 我现在就过去 别过来 我就是一点小感冒而已 江和还想解释 对面已经将电话给挂断了 我送你去吧 顺便去看看那小子 父亲你不忙吗 今天放假 思思 父亲不反对你们在一起 但总要让父亲见一面吧 是啊 经常听你说起江和那小伙子 妈也想见见 见自己的父母都这么说 陆思思也只好点了点头 另一边的江和打开房门的那一刻 她傻眼了 只见江江穿着孤儿院护工的白色衣服 就这么站在江和的面前 难道是我奇蒙了 小和 昨天我跟院长婆婆谈过了 我会在这做一段时间的志愿护工 但是小和你放心 姐姐绝对不会打扰你的 不是 你放着好好的大小姐大明星不做 非要来这干什么 我之前不是说了吗 我没有救过你 你和以前一样讨厌我 我就行了 小和 姐姐没有讨厌你 你相信姐姐 姐姐一定会证明给你看 此时 江姿不声不响地来到孤儿院指江 二姐 你怎么来了 三妹 你这是 我现在是这家孤儿院的义务护工 可能这一段时间都不会回家了 文言 两人都陷入一阵沉默 江姿终究还是没有说什么 他或许能理解江江所做的一切 小和 姐姐能跟你说几句话吗 江小姐 我嗓子不舒服 就不奉陪了 没事 小和 你听姐姐说就行 这是姐姐话的话 还请你收下 只见一只破碎的木偶 正静静地躺在画布上 但不同的是 这木偶 在江姿的画笔中 仿佛活了过来 仿佛拥有人类的感情 江和看了一眼 并没有收下的意思 姐姐知道了 对不起小和 说完 江姿转身便要离开 最后还是忍不住又问了一句 小和 真的不能原谅姐姐了吗 她是多么想听到江和的回答 但是并没有 江和依旧是沉默不语 姐姐知道了 江姿转过身躯的顺序 眼泪也是再也止不住 而在江姿走后不久 陆思思就带着父母 来到了孤儿院 思思 江和一直住在这里吗 他们没想过 江和居然是孤儿 好了 咱们先进去吧 江和哥哥 你怎么起来了 生病了 就应该在床上躺着才是 没事没事 一点小病 这两位是叔叔阿姨吧 快请进 小江啊 叔叔阿姨想跟你谈一谈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父亲 江和哥哥还生着病 要不等过一段时间的吧 但江和却是直接答应下 他也知道 陆父陆母的担心 那那快一点 江和哥哥还生着病 这么快就胳膊肘往外拐了 思思姐 你怎么来了 正好 若离 你陪思思一会儿 我跟叔叔阿姨说几句话 叔叔阿姨你们先坐 我去给你倒水 不用这么麻烦 生病就别搞这些了 那好吧 首先我们夫妻二人要谢谢你 谢谢你当年救了思思 叔叔阿姨 这可不行啊 您二位要是这样 思思知道了还不得骂死我 二人文言才肯作罢 但陆父随即话锋一转 能给我们讲讲 你和思思是怎么在一起的吗 江和也是明白陆父的意思 是想知道他对陆思思 到底是不是真心 其实一开始 我并不喜欢思思 我只是可怜他 把他当作妹妹对待 那江和你的意思是 你不喜欢思思 却答应做思思的男朋友 只是可怜他对吗 陆叔叔你先别着急 等小江把话说完 接下来江和把他与陆思思 从相识到相知 最后相爱的过程 一五一十的讲述给了 思思是个好姑娘 我喜欢她 更爱着她 听完江和的讲述 陆父也是沉默许久 终究还是说出来 那个沉重的话题 既然你知道思思的情况 就不要让思思伤心 尽量去满足她的愿望 有什么事都可以来找我 明白了 还有就是 我们不会用思思束缚你 若是思思哪天不在了 你也不用多想 对不起陆叔叔 我的心很小 可能这辈子只能装下思思一个人了 她在真正接受陆思思的那一刻 便已经有了答案 作为死过一次的人 她对生死也看得更开 陆母也是再也忍不住 眼泪不停地掉落 与此同时 江姿已经回到江家 小姿 你去哪里了 找到你三妹了吗 嗯 找到了 但她说这段时间都不会回家 你们也不用再找了 为什么 小姿你说话 好了 妈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你不用担心我 为什么 你的画展最近不是很顺利吗 为什么要出去 江黎听到江姿说要离开 也连忙走过来 二姐 你这是为什么 难道是因为江河哥哥 小黎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二姐的话 就跟姐姐说实话 你之前 是不是故意摔坏我送给江河的木偶 江黎的脸色瞬间变了 又是江河 又是江河 姐姐 我只是想跟江河哥哥多接触 毕竟江河哥哥一直都讨厌我 回答姐姐的问题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没有 我真的只是想看看 不小心才摔坏的 小子 就一个木偶 小河要是喜欢 再买一个不就行了 你弟弟他也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了妈 我就先走了 说完 江姿便直接上楼去收拾东西 刘如也是连忙跟上 跟妈妈说说好吗 去哪里 去多长时间 我也不知道 或许很快就回来 又或许 永远不回来 你要喝什么茶 红茶还是绿茶 红茶吧 我是江江 可以进来吗 你来干什么 就是想跟你聊聊天 顺便道个歉 进来吧 江江之所以来找林若梨 就是为了与林若梨缓和关系 或许还能得到江河的原谅 谢谢 这位是 我是江河哥哥的女朋友 叫我陆思思就好 女朋友 江江内心一喜 这要是获得两个人的好感 江河说不定会看在两人的面子上 原谅我了 你是 我是小河的三姐 现在在孤儿院做志愿护工 你可以叫我江江 或是江姐姐都可以 我记得江河哥哥是孤儿才对 你怎么会是江河哥哥的姐姐呢 这件事一时半会而说不清 对了 思思 若梨 你们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吗 姐姐都可以给你们买 不用了 江小姐 我不需要这些 那姐姐带你们去逛街怎么样 想买什么都可以 江小姐 要是你没有什么事的话 就出去吧 我 江江还想说什么 但终究还是没有说出口 看着江江离开的背影 林若梨的眉头 还稍稍舒展开来 而江离一大早便偷偷地跑去江家 他要去见两个人 他的亲生父母 小离 你怎么有时间亲自来看我们 这张卡里有一百万 让江河消失 明白了吗 两人一惊 随即又换上一副讨好的面图 小离啊 你看爸爸 最近手头比较紧张 这件事又这么危险 你看这一百万是不是太 禽兽满脸奸诈地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 还嫌少 你这房子 车子 哪一样不是花我的钱 还有前段时间给你们的五十万 你们都花完了 小离啊 这话就是你说的不对 要不是我们当年 把你换到江家 你怎么可能过上现在的少爷生活 才一百万而已 你去找你养父养母 撒个娇妇就行了 你说什么 简单 才一百万 你们真当江家人是傻的吗 我跟你们说 要是我完了 你们也别想好过 对不起小离 是爸爸妈妈错了 你别生气 别生气 这里面还有五十万 事情给我做得干净点 做完去外面躲一阵子 明白了吗 放心吧 上次是一时失误 才让那小子活到现在 这次绝对让他再也打扰不了 你在江家的生活 交代完后 江离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江家 不能让江家父母对他产生怀疑 而正在健身房的刘朵 还在为之前的事 对江河感到愧疚 要不给江河打个电话 思来想去 刘朵终究还是没有勇气打通电话 当然 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江白也在等待某人的电话 给我备车 我要去找江河 好的小姐 我这就去 等等 今是那几个老家伙怎么样了 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甚至大张旗鼓的脸牌 这群该死的老东西 到时候让你们把吃进去的 都给我吐出来 思 我们就先走了 不管晚上回不回去 都要给我们打电话 报平安 知道了吗 陆傅说完 又看了江河与陆思思也 才带着陆母回去 思思 叔叔是什么意思 啊 我 我不知道 真不知道吗 江河哥哥你讨厌 江河哥哥 小白来找你了 又没有想小白呀 哎哎哎 你别过来 江白小姐 你难道不知道什么叫自重吗 可恶的江河 居然敢跟我玩欲擒故纵 江白小姐 江河哥哥是我的男朋友 还请你不要再这样了 可是思思姐姐 你要是真的为了江河哥哥考虑 难道不应该主动退出才对吗 江白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不要再跟我蓄于位移 江河哥哥 你怎么能这么说小白呢 傻逼 我刚刚是被骂了嘛 骂完 江河便直接带着陆思思 回到屋里 只留下江白一人 在原地懵逼 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内心也是愤怒无比 在整个京市 除了江星敢骂我 还没有人敢这么大胆 但江白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好像从来没被一个男人 这么牵着鼻子走 难道刚才江河是故意的 原来如此 这个江河当真是可怕 经过不断的脑补 江白更加肯定 江河刚才就是故意的 故意调动他的情绪 江河是想让自己真的爱上他 撕 细思极口 江河哥哥 江白小姐 毕竟是江星医生的妹妹 我们刚才那么做真的好吗 那我可就要被他给抢走了 你就这么忍心把我推给他 当然不是 江河哥哥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与此同时 拉面店内的周若云 也在无所事事的趴在桌子上 今天天气不好 一整条街都没几个人 他也乐得清闲 但是有时候发着呆 就会想到江河 哎呀 周若云 你到底在干什么 江河是人家死死的人 你怎么怎么不要练 你好 是周若云小姐吗 宁思 我是江河的姐姐 你叫我江黄就好 原来是江河的姐姐 你好你好 江黄见周若云 没有排斥他的意思 也是松了一口气 看来周若云对江河的事并不了解 这也可以成为我的突破点 说着 江黄便从包里 耗出一张银行卡 这里面有两百万 算是用来帮助江河的 你不要告诉他 可以吗 周若云一愣 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了 江小姐还是走会气吧 虽然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目的 等我不回门做江河 不是 周小姐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 江黄话还没说完 周若云的电话突然响了 喂 我是刘朵 江河对不起 那一百万 我是真的没办法猜 什么一百万 当刘朵听到对面是女生时 也是愣了片刻 这不是江河给我的电话吗 刘朵不知道的是 江河留给他的电话 是拉面垫的 而一旁的江黄 可是听得一清二楚 内心顿时更加惊喜 难道都这样了 你还不肯收下这钱吗 江黄就这么看着周若云 仿佛胜券在握 而另一边 思思 要不我送你回家吧 江河哥哥 你还生着病 外面又下着雨 要不要不今天晚上 我就不走了 陆思思话音刚落 便被推门 而入的林若蜜听了曲 是啊 思思姐姐今晚就跟我一起睡吧 不麻烦若蜜妹妹 我想照顾江河哥哥 见陆思思态度坚举 林若蜜也是转身就走了 江河更是满脸的无奈 臭江河 为什么不拒绝 大色狼 还有陆思思 不行 我要去看看 于是 听墙角的林若蜜出现了 江河哥哥 那 那我上来了 笨 你睡里面 一直到第二天 江河带着陆思思 一同去学校 也没有再见过林若蜜 等到下午放学 江河才接到林若蜜班主任的通知 说是明天林若蜜学校 要开家长会 明天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 可以啊 但你要提前跟叔叔阿姨讲一下 等江河来到拉面店的时候 发现周若云 已经早早在门头等了 思思 张厚全身 怎么周小姐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死啊 出死了 六道的电话都搭到我这里了 江河先生 还要满足我多长时间里 江河哥哥出什么事了 这件事要不先 不行 江河先生 这里死一百万 请你收下 你从哪来的这么多钱 这里都别关了 死死我们紧窃 哎 你听说了吗 我们班那个林若蜜 其实是个孤儿 是吗 就他那个狐狸精 活该 说不定他的家人 就是被他给克死的 别说了 他来了 凭什么 我就要说 林若蜜 你一个孤儿 是怎么活下来的 是不是去卖 林若蜜 你个活力精 抽婊子居然敢打我 我给你拼了 最后两人都被发展 谁也没讨到便宜 第二天 江青和刘如正准备 去给江河开家长会 你们都去给江河开家长会 那小河怎么办 那我现在就去找小河 是妈妈粗心给忘了 你们去给江河开吧 我去给小河开就行 你说 小黄是不是在怪我们 怪我们没把小河接回来 不管怎么样 小黎是我们亲自为他办的成人力 是被上流社会认可的江家人 要是我们把小黎赶走 外人会怎么说我们江家 等过一段时间江河他想通了 也就回来了 不要多想 而江河与陆思思 也换了一身比较成熟一些的衣服 去给林若蜜开家长会 昨天林若离回家没跟你说吗 他在学校里打架 老师你看看 这个小贱人把我们家子寒打低 我说了 是他先招惹我的 挨打也是他自找的 你说什么 要不是你去买 我会说你吗 你个骚狐狸 不知道勾引过多少男人 你怎么打我们家子寒的 我就怎么打回来 你TM的要动谁 你是谁 我替我女儿讨个公道怎么了 公道 你家的小贱货 敢骂我妹妹 你信不信出校门 我就让她消失 骂了个八子 你想干什么 我警告你 你这可是违法的 我TM怕什么 大不了进去蹲几年 这位先生消消气 先别动手哈 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谈 你的老皮肤 刚才这老畜生 要打我家若离的时候 你怎么不出声 你TM要是再敢说一句 老子把你压扇飞 江河现在是谁的面子 都不给 他很清楚 现在就是谁先锁 谁吃亏 行了 让那个小婊子 给我家若离道歉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好好好 子涵你快给林同学道个歉 对 对不起 是我错了 你TM大点声 要是再让我听到 你在背后脚舌根 老子先把你舌头拔出来 江河见着小婊子 直接被吓哭 还没再说什么 接着又警告起林若离的班主 老猪狗 要是让我知道 你敢给我家若离穿小鞋 或是为难我家若离 我就亲自上门 看看你家几口人 够不够我一把刀砍的 明白了吗 好好好 我保证不会 行了 若离跟我走 我给你开家长会 对不起 你还知道说对不起吗 江河也是冷哼一声 陆思思也是连忙上前 劝解江河 让她不要再生气 怎么 认为自己长大了 遇到事自己能解决了 对不起 林若离低着头 眼泪大颗大颗的 砸落在地上 好了好了 若离妹妹已经知道了 至此 江河才稍稍消气 见林若离哭成那样 也知道 刚才是她话说的太重 刚才是我话重了 先带我去你教室 我给你开家长会 嗯 当江河来到教室时 全场的目光 都停留在林若离身上 毕竟大家都知道 林若离是孤儿 思思 你跟若离在门外等我就行 在家长会即将结束的时候 江河静止地走上讲台 这是谁啊 她上去做什么 好像是第一那女生的家长 真羡慕 我怎么听我家孩子说 那第一是个孤儿 该不会是她男朋友吧 这么小就谈恋爱 真是不知羞耻 想必在座的各位 都或多或少 了解过我家若离了吧 没错 我家若离的确是孤儿 同时 我也是个孤儿 我知道 你们或许怜悯 或许嘲讽 或许感到好笑 又或许 觉得我一个孤儿 有什么资格站在这讲台上 你们每个人 包括在门外的学生 都给老子听好了 我是孤儿 但林若离不是 他有哥哥 有嫂子 有人给他撑腰 要是你们觉得无所谓 大可以试试 江河话音刚落 地下便不适时地出现一声嘲笑 江河也是 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上前 一抬着家长的桌子摘摆 你笑什么 见江河来真的 下面瞬间鸦雀无声 老子问你 你笑什么 直到这时 众人才明白 眼前的这个小青年 是真的不给任何人脸面 对不起 刚刚我不是故意的 江河也不再说什么 转身店离开了教室 若 若离同学 我 我也是孤儿 能跟你一起学习吗 好啊 我会保护你的 就像我的江河哥哥一样 回去吧 有事给我打电话 说完 江河才放心的 带着陆思思 转身离开 思思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暴力啊 嗯 江河哥哥确实很暴力 但是江河哥哥 你的暴力 是为了保护自己与亲人 是对那些坏人的 在思思眼里 很帅 与此同时 江黄找到江河的学习 却发现江河好像不在 你好同学 我是江河的姐姐 请问江河去哪里了 你是江河的姐姐 这三年了 我怎么没听江河提起过 她有家人 此话一出 江河也是面露尴尬 毕竟之前是他们 不许江河说 她是江家人的 可能是江河忘了吧 我真是她姐姐 我叫江黄 我是给她来开家长会的 虽然有些怀疑 但还是把江黄 带到了江河的位置上 而江河的囤桌 张岩的妈妈 看着江黄有些不解 请问您是 我是江河的姐姐 文言 班主任猛了 江河什么时候有姐姐了 难道是表亲 这位小姐 您真的是江河同学的姐姐吗 还是说 江黄一时雨色 毕竟江河一直都是孤儿 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姐姐 这位江小姐 你对江河什么都不了解 也好意思说 自己是她的姐姐 此话一出 江黄也是彻底绷不住 面对这么多双眼睛 更是无言留在座位上 也只好三十六级 走为上纪了 此时的江河与刘如 也是刚为江黎开完家长会 小黎进了全市前八百 在努努力 还是有机会上清北的 但江河不知道 这个把所有心思 都放在江河身上的江河 成绩是真是假 尤未可知 但江河的年纪前十 全市前一百 那可是实打实的 当江河与陆思思 准备回到学校的时候 却在半路遇到 她最不愿意碰到的 江河全然当作没听见 带着陆思思绕路走 只是当江河来到校门口的时候 却是被江黄撞个正着 小河 今天出门没看黄礼 怎么这么倒霉 依旧是不理会 江河带着陆思思 就要回教室 小河等一下 我刚才去给你开家长会了 不是 江黄你是脑子有病吗 小河 姐姐知道这几年 对你很少关心 但现在姐姐真的知道错了 小河 你就给姐姐一个机会吧 这一幕 让不少路过的家长学生 都侧目注视 江河见江黄这个架势 估计短时间不会罢休了 思思 你先回教室 顺便帮我把书收拾一下 嗯 那我在医务室等你 线路思思走后 江河也是放开手脚 一溜烟就不可以了 江黄直接傻眼了 这时 江秦带着刘如 赶到学校门口 正好碰见江黄站在那里 小黄你怎么了 江黄突然想起来 江河每次放学 都会到江新的医务室打工 我知道小河在哪 我现在就去找他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能不能别再来烦我 小河 姐姐只是想要一个了解你 保护你的机会 还有那个必要吗 以前那么多机会了解我 你不去 现在又闹着出做什么 小河 你还在怪姐姐吗 姐姐真的知道错了 江河你看看 现在江家因为你 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你要是还有点良心 就赶紧回来 又是因为我 要不是你闹离家出走 小子会离开吗 要不是因为你 江江又怎么会在网上被人辱骂 你看看你大姐现在这父母样 哪有一点集团总裁的样子 这些难道不都是因为你 江家原本好好的 都是因为你一个人 搞得整个江家不得安宁 江先生你说的对 你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离我这个罪魁祸首 远点不就行了 此话一出 江秦更是路火中烧 你什么意思 你要是知道自己错了 就赶紧跟我回家 再把你二姐叫回来 老子到现在 都没有去找过你们江家 任何一个人 江子怎么样 关我屁事 是我让他离开江家的吗 老子都特么不知道这件事 你还能怪到我头上 江秦一时间气得说不出话 你什么你 江皇你自己说 老子找过你吗 还有江江 谁知道他发什么神经 非要到我雇儿院做志愿护工 我从离开江家到现在 主动找过你们江家人一次吗 妈的 给你面子 不知道要是吧 不说出来 还真以为你有理了 江和直接把这么多天 被江家人骚扰的怒 闭口气发泄了出来 不是的 小和 你父亲他只是气糊涂了 小和你别生气 行和 再怎么说 我也是你父亲 你这时对父亲说话的态度吗 什么父亲 我们难道不是早就断绝关系了吗 好好好 江和你真是顽固不灵 等你出了社会 就知道江家人的身份意味着什么 总有一天 你会跪下来求我 真心话都说出来了吧 在你眼里 江家是我这种普通人高不可判的存在 对不对 江秦 你记好了 老子不稀罕江家 所以你们江家也不要再来找我了 明白了吗 此话一出 刘如更是急得直掉眼泪 他怎么都没想到 就是因为自己当初的偏心与成见 会把江家变成这副母娘 江和我倒要看 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我们走 看着几人离开 江和也是松了一口气 但面对陆思思那紧张的小表情 终究还是笑了笑 江和哥哥 思思想要知道你的过去 想要和你一起分担这些 是吗 那我慢慢跟你说 与此同时 今世江家 江白的秘书柳木 正经危坐地看着面前 几个老家伙 小柳啊 现在江总不在 大家都在传 江总是出了什么事 可能回不来了 你看可否给我们几人一个交代 是啊 江总要是在的话 我们几个自然是不敢多言 但现在全集团上下都 我说江总只是离开几天 你们就这么蹦的 不怕江总回来收拾你们吗 行了柳木 你不过是江白身边的一条狗 别特么给脸的药 到时候把你赶出集团 变成流浪狗可就好玩了 你们以为自己做的事 别人都不知道吗 挪用多少公款 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该判多少年 你们更是明白 这些不用我多说什么吧 那又如何 过几天就是股东大会 江白要是再不出现 整个江家都是我们的 到时候就算是黑的 也能变成白的 你算什么东西 以前是由江白那疯丫头给你撑腰 现在江白不在 你连屁都不是 就在几人越骂越凶的时候 柳木拍了拍摄 瞬间四五个壮汉保镖 鱼冠入 就这么直挺挺的 站在几个老家伙面 松客 柳木 你等着吧 过几天你就会像一条丧家之犬 被赶出几头 到时候看你怎么活 江白小姐 你到底去哪里了 小姐 要是我撑不住了 还请您不要怪我 我会亲自下去 给您道歉 远在海市的江白 也是得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什么 一百万江河补上了 江白猛 你应该知道 骗我是什么下场吧 所以你怎么想 既然江河小兄弟 已经完成任务 我刘辉要是反悔 那就不是个男人 你想怎么样 我都接下 我倒要看看 最后能不能拼个鱼丝网扩 江河小兄弟 祝你好运 去 把这份协议送给江河 这次合作的利润 我们刘家不要了 老爹 这次 别废话 你什么时候见过你老爹所过 快去 嗯 另一边的江白 可就没那么舒服 那没撑几天的最新款爱 再次你利润 来了个亲密接触 好你个江河 虽然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 但接下来 我一定要把你的狐狸尾巴揪出来 与此同时 当江河带着陆思思 来到拉面店的时候 碰巧遇到刚刚赶来的刘董 刘小姐 你怎么来了 江河 这是我老爹 让我送来的合作协议 你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江河接过协议 完整地看了一眼 刘小姐 这不要利润分成 只要一部分的管理费 是真的吗 哎呀 老爹亲自整的 还能有错 再说老爹 也看不上这点钱 你就放心吧 这倒是实话 毕竟是资产商议的大老板 这点利润 分到手里 撑死不过几十万 而此时的孤儿院 却是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您好 我们是海市福利办公署的工作人员 请问院长婆婆在吗 你们有什么事吗 小姑娘别害怕 我们是来找你们的院长婆婆 谈点事情 那你们等一下 我去找院长婆婆 很快 院长婆婆就走得出来 几人见了 抛出几张文件 放在院长婆婆面前 院长婆婆 您看您的年纪也大 这孤儿院虽然算不上老旧 但毕竟位于成交 孩子们上下学 交通也不太方便 什么条件 才能保下孤儿院 此话一出 三个工作人员 也是面面相许 最终只能叹了一口气 两百万的储蓄保证 就是喜欢江河怎么了 你算什么东西 我是你姐姐 你管得着我吗 两百万的储蓄保证 我知道了 能不能多宽限一些时间 这样吧 两个月可以吗 这已经是我们最大的申请权限了 没办法 院长也只能点点头 这两个月 就算是把他的棺材本全 拿出来都不够 江河也是正好撞见要走的体 小河你回来了 刚才几个人干什么的 不知道我刚才在厨房 江小姐 要不你就走吧 你留在这里能做什么呢 小河 姐姐只是想获得一个 让你原谅的机会罢了 至于结果如何 小河你会不会原谅我 我都认 罢了罢了 随便你怎么想吧 江河没再多说什么 来到大厅 正好看到闷闷不乐的林若莉 说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江河哥哥 你不能忘了我 快说 到底什么事 林若莉把刚才发生的事 又互数了一遍 放心 这件事交给我就行 种违法犯罪的事情可不能干 行了 赶紧回屋去吧 这件事还轮不到你来操心 江河虽然表面平静 但内心对两个月两百万这个数字 确实很绝望 而江家 江琴在得知孤儿院即将被削减的通知后 也是冷哼一声 江河 你终究还是太嫩了 这会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至于刘如 自然也是知道这件事 但他却默认了江琴的行为 与此同时 二中学校的一物室内 江星看着眼前有些不对劲的江南 姐姐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对江河敢不感兴趣 我就是喜欢江河怎么了 你算什么东西 我是你姐姐 你管得着我吗 江星也是被逼急了 口不择言 只想让江白赶紧滚蛋 姐姐你终于肯说实话了 哦 你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 既然姐姐都这么说了 那妹妹便帮姐姐 看清江河的狐狸尾巴 下一秒 江星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你做了什么 江星看了一眼那杯温水 正是刚才江白亲手给他倒的 姐姐大人 睡醒之后 一切就都结束了 接着 江白掏出一部全新的手机 是江河嘛 江星现在在我手里 你要是不想让江星出事的话 就照我说的去做 江河 你到底会不会来呢 姐姐 以前都是你保护我 现在轮到我了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姐姐的 任何人都不行 身处孤儿院的江河 知道这件事 大概是江白干的 但他还是不敢拿江星的命去 而江离的亲生父母 也正在商量着 明天怎么对江河动手 老公 咱们真的要 你傻啊 杀人可是重罪 要掉脑袋的 难道就为了一百五十万把命搭进去 可是小离说过 要让江河那小子永远消失 消失 又不是非要杀人 我已经跟舌头张哥联系好了 到时候把那小子绑走 迈到偏远山区 当一辈子牛马 不就行了 就在这时 李母的手机突然响起 什么 妈要不行啊 话还没说完 便被李父一把抢去 喂 我是张强 还记得我吗 当年你们拼命反对我们 现在你看看 我们住的是大房子 手里有的是钱 我估计你就是想要钱是吧 我告诉你 一分没有 说完 李父便直接把电话挂断 一直到第二天下午 当江河来到之前 那人所说的指定地点 便被两个突然出现的黑衣罩 却可把紧跟江河一路的 李父李女 下了一大跳 怎么回事 难道是张哥提前动手了 当江河再次重见天日的时候 江星就这么被绑住双手 嘴巴被焦布封死 坐在江河面前 你就是江河 江星的妹妹卷了我们的钱跑路 现在了无音许 你说说这笔账该怎么算 江河 是时候把你的丑态 暴露在姐姐的视野了 让姐姐大人知道 这个是上真心对他的 只有我 小子 我给你两条路 你自己选 要么你就拿出两千万给我 要么 我就把你小女友的器官 掏空漫人 壮碳和魅力 江河的一身怒服 打断了他的话 江白 你个傻逼 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身处幕后的江白 脑海轰的一下 他他他 他怎么知道是我做的 江白 我要是你姐姐江星 绝对会恨你一辈子 江河你给我闭嘴 姐姐不会恨我的 江白走上前 撕开江星嘴上的胶部 江白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不再是姐妹了 姐 姐姐大人 你一定在开玩笑对吧 你那么爱我 怎么会 我没开玩笑 江白正愣地坐在地上 像是失了魂一样 不知过了多久 江白才反应过来 柳木 我马上回去 准备好材料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姐姐大人 妹妹会一直保护你的 而江星与江河 也已回到孤儿院 对不起江河 我没想到江白会这么极端 我没事 明天就好了 那你好好休息 我去给你倒水 等在外面的江江 见江星出来 便质问道 说 小河到底怎么回事 你对小河做了什么 江星把发生的事 给江江说了一遍 不管怎么说 你和这件事都脱不了关系 赶紧给我滚 我想留在这照顾江河 我是医生 我能帮上忙的 而江江 也是叹了一口气 有个医生在也好 江江没在说什么 来到江河身边 小河 你怎么样 还疼吗 和你没关系 你先出去可以吗 小河 姐姐只是想 出去 好好好 姐姐这就走 江医生 现在也不走了 你先回去吧 我再待一会吧 江河 我妹妹江白 其实以前不是这样的 自从父母双双离去后 江星就这么诉说着 她与江白的事情 不知不觉就到了半夜 直到第二天 江星突然猛的惊醒 江河 你怎么能 你这么做 对得起我吗 对得起思思吗 我真是看错你了 江医生 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 和思思的事情 江河 你这样对得起 我和思思吗 江医生 我怎么对不起你 和思思了 你是江河 那床上的是 被吵醒的林若玲 发出一声声音 好累啊 早啊江医生 还有江河哥哥 若玲 怎么是你 我还以为是 以为是什么 我先去学校了 这江医生是怎么了 此时的离父离母 正准备向江梨汇报 江河被掳走的情况 而另一边的江梨 看到来电显示 被吓出一身冷汗 小梨 接电话 江梨虽然害怕 但为了不露出马脚 还是接通了电话 喂 是小梨吗 你之前说的任务已经 行了 我已经知道了 说吧 江梨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怎么了小梨 是出什么事了吗 看您小脸白的 刘如做梦都想不到 他此时正在关心的杨子 正在除掉他的亲生儿子 不知道刘如知道真相后 会做何感想 另一边 两个狗仔 正悄无声息地埋伏在江江所在的位置 大哥 咱们这么做 会不会不太好 你在放什么屁 什么叫不太好 钱好不好 流量好不好 你说我们是什么 狗仔 你还知道我们是狗仔啊 行了 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我的姑奶奶啊 你到底在想什么啊 我的医生 经纪人的办公室被踹开 来人正是七星娱乐的老总 作为江江的经纪人 留言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不然的话 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老板 我相信江江不会无缘无故消失 这其中一定有他的道理 只要这次江江在网上的风平反转 我就再不追究 还会尽全力去支持江江 但要是没有 你就等着滚蛋吧 说完 老板便直接转身离开 而这一切 江江自然是不得而知 甚至连即将被直播 他都完全不知情 院长婆婆 我去接孩子们 当江江走出大门的一刹那 就被直播了出去 作为一个大盘明星 流量肯定是没得说 从一开始 直播间的谩骂 到江江接孩子 回到布尔院 看到江江的消失 竟然是在做义务故宫 一时间 江江的风停 也是瞬间反转 江江对此 依旧是毫不知情 一直到下午 江和才带着陆思思 来到拉面点 今天的合作 进行的怎么样 思思 江和先生 在那写一写你们 我们成功了 好了好了 这不是值得高兴的事吗 周小姐别哭了 嗯 我不哭了 周若云想着 到时候 江黄那一百万的保证金 也能从健身房拿回来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不远处的江黄 正悄悄地看着他们 小和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原谅姐姐 而江离 躲在自己房间的卫生间里 低声质问着对面的礼服 你们怎么搞的 为什么江和还在 我给你一百五十万 你就是这么做事的 我最后给你三天时间 搞不定江和 就再也别想 从我这拿走一分钱 说吧 江离便愤怒地挂断了电话 江和 你的命怎么这么硬 该死的江和 不要逼我亲自动手 而此时离开江家的江姿 带着自己的话 开始了一段 独属于自己的旅行 这几天来 他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 以及有趣的故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 转眼间 便已经临近高考 而江和的名字 也已经可以稳定在前世 而陆思思也没有调出过前二十 这段时间的江家人 都不曾再来骚扰他 只是江和不知道的事 江秦和刘如 都在等着孤儿院 被取缔的那一日 至于江皇 为了麻痹自己 将自己埋进 无休止的工作中 随着放学铃声的响起 江和与陆思思 一同走出学校 思思 待会去逛街怎么样 好啊 对了 江和哥哥 我记得 今天好像是有灯会的 那我陪你去逛灯会 嗯 此时的江皇 也接到刘如的电话 怎么了妈 有什么事吗 童儿 今天能陪妈妈去逛灯会吗 你都多少天没回家了 妈妈想你 江离去吗 小离也在 怎么了妈 听到江离也去 江皇本想直接拒绝 当刘如说 江默今天回来 江皇也就答应了下来 于是乎 两个人几乎同时出发 大姐 你怎么了 没事 大姐就是眼睛被风吹了一下 大姐 你是在想江和哥哥了吗 小妹你怎么知道 之前的事 我多少也是知道一些的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 江和哥哥到底做错了什么 江皇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 其实我也很对不起江和哥哥 无巧不成书 两拨人逛灯会 必然是会碰到一起 江和哥哥 是江和哥哥 小妹等一下 江皇当想拉住江沫 告诉他不要去打扰江河 却已经为时已晚 没有办法 江皇也只好跟上 当来到江河身边时 江沫也是瞬间泪水模糊的眼睛 江河哥哥 江沫 你放假了 江河哥哥 对不起 小沫是个胆小鬼 真的对不起 没事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别哭了 真的吗 江河哥哥 你真的没有怪过我 当然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江河哥哥 跟小莫回家好吗 不好意思小莫 我就不回去了 江家不需要我 我也不该留在江家 小河 江家怎么会不需要你呢 你回来好吗 江家不能没有你 你这话说的 自己都不害臊吗 好了 我就先走了 你照顾好小莫 眼见江河要走 江沫还想说什么 却被江皇拦住 姐姐 小妹 你们怎么在这啊 居然在这里遇到了江河 江河哥哥 小莉好想你 卧槽 你个恶心东西 别过来啊 够了 江梨 你到底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姐 姐姐 你为什么这么说 你当年为什么要栽赃小河 偷我的项链 江皇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黄儿你够了 黄儿你够了 我发意出 刚准备走的江河 也是瞬间来的兴趣 果然 谁也抵抗不了赤瓜的魅力 江梨 你说 为什么要这么做 姐姐 我没有 还狡辩吗 之前的保姆 之前的监控 你以为没人知道是吗 闻言 江河也是看向刘如 江青两人 原来这两人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相了 姐姐 我 我只是害怕江河哥哥回来 你们就不要我了 姐姐 我知道错了 我只是太爱你们了 好 小梨也只是一时糊涂 这件事就算了吧 就这么算了 那小河当年受的罪该怎么办 小河难道就该被冤枉 妈妈 是我的错 姐姐你说吧 只要你和江河哥哥肯原谅我 我什么都愿意做 好 那你就离开江家吧 江皇 你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吧 江秦你干什么 皇儿等等妈妈 呃 我只是 江秦哑口无言 只能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 江河见人都走了 也就失去了吃瓜的兴趣 便带着陆思思离开 江河哥哥 刚才的事你不要难过 其实这些事情我早就习以为常 要是放在一年前的话 肯定会感到难过 但现在嘛 我都和江家没关系了 江家人怎么看待我 怎么对待我 我都不在乎 此时刚准备下班的江秦 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电话 江秦大小姐 还记得我吗 柳木 你给我打电话做什么 柳木也是你能叫的吗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江秦你听好了 现在我才是江家的主人 你的那个废物妹妹 已经被我赶出江家 你猜猜她现在在哪里流浪 江新猛的一惊 她知道柳木根本没有必要对她撒这种谎 柳木 你当年无家可归 是谁收留的你 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 良心 你现在还是想想你那个废物妹妹 能不能接受自己被赶出江家的事实吧 哦对了 最近跳楼的人不少 你猜江白会不会 说完 柳木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你 江白 你个脑残 可千万别做傻事啊 紧接着 江新给江白打电话 江白 你在哪里 你干什么呢 江新 你给我打电话做什么 此话一出 江新的心都凉了半截 这是江白第一次不叫她姐姐 我知道 我现在就是一条丧家犬 江新 你一定很瞧不起我吧 你在说什么胡话 赶紧给我下来 听到了没有 够了 江新我知道你恨我 我都知道 这些以后再说 你先下来好吗 我们慢慢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就不该活在这个世上 江新 是不是只要我死了 你就不恨我了 江白的语气 带着思思决然 这也让江新为之一惊 姐姐 对不起 这次我永远不会再忍你生气了 够了江白 你给我下来 你他妈要是跳下去 我就跟你一块下去 你现在在哪里 我去接你 回到江河这个 思思 那是若云小姐吗 哇 没想到我们的幸运观众 还是魏大估计 周小姐 你只需回答五个问题 就能获得一份价值不低于十万的神秘大礼包 请问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的 请听第一题 请问周小姐 您有喜欢的人吗 有 下一个问题 周小姐您喜欢的人 是否陪您一起过来 没有 我以狗人来的 好的 第三个问题 周小姐您喜欢的人 是否知道您喜欢她 不知道 好的 第四个问题 假如您喜欢的人此时此刻 就站在您面前 您会对她表达自己的心意吗 不会 她不说晕了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周小姐 您喜欢的人 叫什么名字 不会真是张颜那小子吧 从周若云平常对张颜的表现来看 应该不是她 不是她吗 难不成是我 江河本想开个玩笑 但是吓应了 她就笑不出来了 她的名字 叫江河 此时台下的江河 已经完全猛逼 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了 这是在搞什么 陆思思同样是不可置信的 看着台上的周若云 而台上的周若云 却在无意间 看见两道熟悉的身影 瞬间脑袋嗡的一下 死 死死 见江河拉着有些发猛的陆思思 就要躲 周若云也是连忙追上去 想要去给陆思思一个解释 周小姐等一下 您的奖品 因为灯会上的人实在太多 周若云转眼间 就看不见江河与陆思思两人了 死死 对不起 等我把点面输回来 我都离开这里 永远不会再回来 此时被江青打了一巴掌的江黄 回到公司 江总 您怎么回来了 您这是 我去给您拿药水 别去 陪我说说话 好吗 喂 怎么了三妹 大姐 你哭过了对吗 啊 没 没有 我怎么会哭呢 江江沉默了片刻 江黄的声音不对劲 她又怎么可能听不出来 大姐 是因为小河吗 在听到小河二字后 江黄也是 再也绷不住 但依旧是死死地咬紧自己的嘴唇 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三妹 是我对不起小河 都怪我 够了 大姐你现在后悔又有什么用 电话那头的江江 同样也是泪流满面 接着江江便挂断了电话 而刘如此时 也来到了江黄的办公室 黄儿 是妈妈对不起你 可是妈妈真的放不下小梨 那你们为什么要把小河接回来 小河可是我的亲骨肉 我怎么能忍心他流落在外 刘如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刘如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黄儿你说什么呢 怎么能怪我 你是怎么对待小河的 你自己不清楚吗 去年小河回到江家第一个生日 你是怎么做的 你在医院陪着江黎过生日 就因为江黎的一个小感冒 小河一直等到深夜 你都没有回来 难道你都忘了吗 江黄说着 声音都变得哽咽起来 因为他知道 他自己也是造成这一切的元凶 对 我那是蛮糊涂了 我不是故意的 那今年呢 今年你也是蛮糊涂了 难道这些你都没有错吗 难道不应该怪你吗 听着江黄的痛斥 刘如只能愣在原地 因为江黄所说的这些 都是真的 小河他不会怪妈妈的 小河之前说了 他没有生气 他没有怪我的意思 刘如 你还真是可笑啊 你明明知道 小河是多么希望 你能作为母亲 去陪他过一个完整的生日 可是你呢 你就是嫌弃小河 你嫌弃小河从小 没有接受好的教育 你嫌弃小河是野孩子 江黄的话 无疑是扯掉了刘如 最后一块遮羞 我只是希望小河能更好 我没有嫌弃过他 刘如 你有没有想过 小河之所以当了16年的孤儿 都是你霍江秦造成的 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年 小河是怎么过来的 我想过 我是他的亲生母亲 我怎么会没想过 皇儿 这些事 你难道都不知情吗 难道你不是默认的吗 此话一出 江黄也是有些 不认识眼前的母亲 他没想到 刘如居然会拿他 当作挡箭牌 皇儿 只要江河所在的 孤儿院被拆 他就一定会回到 江家求我们帮忙 你你你 你疯了 妈妈没疯 难道皇儿 你不想得到 小河的原谅吗 只要小河回家 那就还有可能 江黄沉默了 他不知道 这样做事对还是错 棒了 江河把露丝丝送回家 当江河回到孤儿院的时候 江江早已在门口等候 小河 姐姐要离开这里了 但姐姐最后 只想再问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小河 当年到底是不是你救的我 江河点了点头 如果不是我救的你 你还会这么对我吗 你还会留在孤儿院 做护工吗 我 你别多想 我就是随口一问 你现在可以走了 小河 姐姐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不知道怎么办 你以前不就挺好的 大明星 受人追捧 这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这些我都不在乎 小河 姐姐在乎的是你 江江 你说在乎 那为什么不把之前的真相告诉我呢 小河 你在说什么 姐姐怎么听不懂 听不懂 也对 你又怎么会明白呢 小河你听姐姐解释 当时姐姐真的只是一时糊涂 姐姐真的没有 够了 既然是一时糊涂 那就这么一直糊涂下去吧 你走吧 不要再回来了 你现在还恨江江吗 不恨了 我早就不在乎了 看到你放下 我就放心了 这里有十八万 你先拿着 院长 您这是干什么 你应该听若黎说了吧 这家孤儿院 我大概是保不住了 院长 要是真到了那一天 就把这些钱给孩子们分了 有钱在身 才不怕被别人欺负 明白了吗 说完 院长便直接转身离去 不给江河反悔的机会 此时江家 江晴见江皇回来 主动出声缓和关系 回来了 孤儿院的事 你应该都了解吧 到底怎么回事 跟我说清楚 这件事与你无关 不要多问 你难道要小和和我们一辈子 你才开心吗 黄儿 你爸爸他也是想小和能早点回家 咱们坐下来慢慢说好吗 这件事是政府下杂胆 是保证孤儿享受更多福利的好事 难道是你我能决定的吗 江晴 你还在自欺欺人 我刚才查了 原本小和所在的孤儿院 根本不在拆除范围 江晴 黄儿说的都是真的吗 刘如对着江晴出声询问 但江晴却是一声不吭 很明显是被说中了 江晴 你怎么能 够冷 难道我不是想让江和那臭小子回家吗 难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吗 说完 江晴转身就走 见状 江黄也转身回到自己的村里 这时江离找了过来 姐姐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吗 你怎么知道错了 我不该冤枉江和哥哥的 我真的只是意识糊涂 我太害怕江和哥哥会抢走你们对我的爱 江离 你说怕江和会抢走我们对你的爱 但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爱原本就属于江和 姐姐 你说的对 这些本来应该属于江和 是我不该去妄想的 姐姐 要是我的离开 能换来你的原谅 我可以离开 你该求得原谅的不是我 是江和 既然姐姐都这么说了 我会离开江家 等江和哥哥原谅我 我再回来 说完 江离转身就走 难道真是江离良心发现了吗 当江黄有些诧异的时候 却发现江晴与刘如都在客厅 一瞬间江黄就明白江离为什么会这么做 他就是笃定刘如和江晴不会让他离开 而刘如刚想说什么 却被江黄直接打断 你们好好想想 是要小和还是要江离 你们自己决定 说完 江黄便直接离去 第二天下午放选 江和去找江新借钱 毕竟现在能一口气拿出两百万 恐怕也只有江新了 请问之前的江新医生去哪里了 江新医生请假了 就是不知道几天才能回来 请假 我知道了 谢谢医生 江和出了医务事后 陆思思也是有些担忧的 看着江和说道 要不然还是给江医生打个电话问一下吧 江和点了点 他也是正有此 是江和吗 我现在有点事要处理 等我回去再跟你慢慢谈 说吧 江新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紧接着刘朵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刘小姐 有什么事吗 能当面谈谈吗 把思思也带上吧 我请你们吃饭 好 我们这就过去 既然江新不在 那刘朵也是个不错的借钱对象 接上级 江和与陆思思刚离开学校 就被江离的亲生父母盯上 但这一切早已被江和发现 并报警抓了两人 江离 如果是你在背后指使 我一定会把你送进去 江离得到消息后 一股良意冲上天灵盖 他们两个都被警察给抓了 不行 绝对不能让那两个蠢货把我供出来 于是江离便想着用五百万 让黎父黎母彻底闭嘴 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小离啊 我们可都是为了你啊 这里有五百万 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 要是把我供出来 我们都得完蛋 两人健壮 都是两眼放光 我先替你们保管 等你们出来 自然少不了你们的 两人连连点头 此时的江星来找江白 刚好看到江白被两个小青年欺负 滚 我之前怎么教你的 你吐磨的忘了是不是 不用你管 你不是要跟我断绝姐妹关系吗 江白 你吐磨的是不是找抽 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 跟我走 你要带我去哪里 放开我 跟我回海市 去给江河道歉 此时江河已经带着陆思思 来到刘朵指定的咖啡店 刘小姐 我其实有一件事 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 江河把孤儿院 需要二百万的事情 向刘朵说了一遍 没问题 两百万我借你了 江河道歉后 便带着陆思思离开了 当江河回到孤儿院的时候 发现林若林一直在走她 怎么了 都几点了 还不去休息 江河哥哥 其实不管孤儿院 会不会被拆掉 我们总有一天会分开 对吗 这些以后再说 都下雨了 快进去吧 我不要 为什么一定要离别呢 我想跟孤儿院的大家在一起 我想跟院长婆婆在一起 我还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此时的江河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说些安慰的话 也只是徒增伤悲罢了 对不起 我没事了 先回屋了 看着林若里的背影 江河内心涌出一股酸液 而另一边的江黄 江姿 江江三人坐到了一起 在小河考上大学之前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无论成功与否 我们都不能再去打扰小河 江姿与江江 皆是点了点头 对了 江黎现在是不是还在江家 江姿看着面前的两个 他知道 几人或许都不愿意 面对江黎的事 之前小河偷我的手势 是被江黎诬陷的 大姐 你说什么 江姿还没反应过来 江江又是一记中吧 其实 几年前就我的 不是江黎 是江河 大姐 我们是不是真的 无法被小河原谅了 我不知道 对了 爸妈知道这件事了吗 他们是不是要把江黎赶走 他们知道 但他们不会赶走江黎 为什么 是不是为了那狗屁的江家名声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别去了 没用的 几人都沉默了 不知道该如何才能得到江河的原谅 而此时的江秦 却是得意养养 我亲自去现场 我要让那小子知道 离开我江家 他连一个容身之所都没有 很快 江秦跟着政府 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 来到孤儿院 院长婆婆 您这段时间还好吧 你应该问江河过得好不好 这件事以后再说 我们今天来是想谈谈孤儿院的问题 院长婆婆 这也是为了孩子们好啊 难道您不想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吗 不得不说 江秦道德绑架的手段 的确有一套 这样吧 我给您一天的时间考虑 明天我们再来 等等 只见江河拿着一个箱子走上前来 这里面是两百万 你们现在可以查查 对对对 这么做可能 你一个学生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江先生要不要再查查 这些是不是我偷来的 你怎么可能拿出这么多钱 肯定是你那三个姐姐给你的吧 到最后还不是要靠我们江家 江秦你是不是脑残 你觉得老子会去找你们江家人吗 你你你 你什么你 你来这里做什么 这件事就是你搞的鬼吧 江秦 我们早就断绝关系了 没必要搞这些下贱手段吧 你是我儿子 更是江家的一分子 天天住在孤儿院里 像什么样子 你其实是怕 我是江家真少爷 却住在孤儿院的事情暴露 会损害江家的名声吧 你说什么胡话 行了 赶紧滚吧 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你也不想我把之前的事情都爆出来吧 很好 等你哭着来求我的时候 别后悔你现在说的话 当江秦回到江家 与刘如说了事情的经过 都怪你 小和现在肯定恨透我们了 行了 等江和高考结束 我们便给他办一个升学宴 同时告诉所有人 江和就是我们江家的真少爷 是江离的双胞胎哥哥 你这样做 会让小和更恨我们的 够了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此时 陆思思刚回到家 他的闺女 楚心就找上了 思思 你猜我在回来的路上 遇到谁了 谁啊 我遇到江姿老师了 江姿 那个绘画界的青年魁首 是啊 思思 江姿老师说 想见你一面 你是不是早就认识江姿老师了 我不认识他呀 要不明天去见一面吧 万一是你记错了呢 那好吧 于是 第二天 楚心早早的 便在学校门口 等着陆思思 江和同学 借你小女友用一下 说完 便直接拉着陆思思离开 而此时的江姿 江江 江皇几人 已经在订好的餐厅 等候陆思思的到来 待会先不要说 你是江和的姐姐 知道了吗 我知道 你们两个赶紧藏起来 当陆思思跟楚心出现在面前时 江姿也是有些紧张 她这还是第一次见江和的女朋友 江姿老师 这位就是陆思思 江和 你陪我等着 等高考成绩出来 我会让你永远犯不了身 你好 我是江姿 你也可以叫我江姿老师 你好 我叫陆思思 江姿老师 你是怎么认识思思的啊 就是感觉挺有缘的 我也有一个朋友叫思思 上次听你提起这两个字 就想着见一面 是吗 这么巧 对了 思思 我能为你画一幅肖像吗 不远处的江江与江皇两人对视一眼 二姐没问题吧 应该没问题吧 毕竟陆思思没有见过小姿 您其实就是江和的姐姐吧 我 一时间 江姿不知道该说什么 唯有楚心 还在猛猛地看着俩 什么意思 江姿老师 难道是江和的姐姐 思思 我没有欺骗你的意思 我只是想通过思思你 让小和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 我没有怪您的意思 思思 能帮帮姐姐吗 看着江姿恳求的模样 陆思思只是摇了摇头 为什么 难道你不想让江和重新回到自己的家 重新感受亲情带来的温暖吗 并不是 恰恰相反 我很希望江和哥哥 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那为什么 您作为江和哥哥曾经的姐姐 想必应该比我更了解江和哥哥 思思 求求你 帮帮我好吗 哪怕只有一次 一次就好 对不起 说完 陆思思起身离开自己的座位 思思等我一下 第二天 陆思思便与江和说了 昨天见江姿的事情 没事 见就见了 我早就不在意了 江心与江白 此时也回到了学校 白会去给江和道歉 明白了吗 姐姐 我什么都答应你 不要丢下我好吗 嗯 我不会丢下你 随后 江心带着江来 找到江和 对不起江和哥哥 还有思思姐姐 之前是我不好 你这是 脑子没问题了 过去的事 就让他过去吧 而周洛云这边 也赎回了拉面面 现在点面里 关你提起 已经很成熟了 我要走了 子余里人 都留给江和的号 是因为江和吗 嗯 思思他没那么小气 江和不也没说什么吗 你俩在说我们什么呢 江和 思思 你们来了 思思 我想跟你聊聊号码 不要逮上江和 周洛云拉着 露思思 走到一处无人地 怎么了 若云 对不起思思 之前一直送我 逮逃避 现在我不会了 没错 我的确喜欢江和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 思思你别误会 我没有要跟你 抢江和的意思 嗯 我知道 思思 对不起 此时的江和 自然是对门外 发生的一切 毫不知情 等两人回到店内时 江和准备 带着露思思回去 而周洛云 也是直接进了后壳 没有再跟江和 说一句话 走在回家的路上 陆思思突然停下脚步 怎么了 江和哥哥 能这么早遇到你 思思真的很幸运 能遇到你 同样是我的幸运 当两人都在为了遇到对方 而感到幸运时 江姿却选择了出国 他不知道怎么面对江和 最终选择了逃避 而在江姿走后不久 江和也迎来了高考 当高考结束后 周洛云便委托刘朵朵 把拉面店留给江和 自己带着妹妹 离开了这个城市 江和哥哥 你说若云还会回来吗 这段时间 周小姐一直在忙碌 出去散散心 不是也挺好的 说不定过段时间 周小姐就会发现 她对我的感情并非喜欢 而是感激罢了 到时自然就回来了 是吗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见陆思思 不再为这件事纠结 江和才放下心来 当江和把陆思思送回家后 回到孤儿院时 林若璃却是一直站在门口 这么晚还站在门口做什么 江和哥哥 这是一个人 让我转交给你的 今天这是怎么了 先是周若云 再是林若璃 现在又冒出个纸条 小和 只要你愿意 跟姐姐相处一天 给姐姐一天解释的机会 姐姐发誓 不会再来打扰孤儿院 江和看着纸条上的内容 沉默了两句 最终还是答应了江黄 第二天一大早 江黄便开车 出现在孤儿院门口 小和 你之前不是说 想去海边的吗 我这次专门 把整片沙滩都抱了下来 没兴趣 小和 你之前不是说想去 那都是一年前的事了吧 那小和 我带你去公司看看怎么样 你之前不是一直想看看 我的办公室吗 都是些沉芝麻烂骨子的事 就没必要提了 不是的小和 姐姐都记得 真的 姐姐都记在心里 这样吧 我原谅你 你放过我怎么样 小和 就一天 就一天 好吗 见江黄油颜不敬 江和也不再说什么 转身上了江黄的车 很快 江黄就带着江和 来到了他的公司 你带我来这干什么 小和 姐姐给你准备了礼物 上次生日 姐姐没能给你准备 这次就让姐姐好好补偿你 好吗 这一幕 刚好被准备进入公司的江黄看见 江和 大姐带她来这里做什么 此时已经下车的江和 自然也是看到 向她走来的江黄 江黄 你不是专门来恶心我的吧 姐姐不知道江黄会来 小和 你等姐姐一下 说着 江黄便快步 走到江黄面前 你现在立马给我回去 姐姐 是爸爸让我来学习的 文言 江黄直接给江琴打去了电话 你为什么让江黄过来 江琴一乐 接着眉头紧皱 你就是这么对你父亲说话的 我这么多年是怎么教你的 从小到大 你只关心公司 你教我什么了 你现在立马让江黄回去 小黄 听你姐姐的 先回来吧 姐姐 你难道就这么讨厌我吗 是的 你现在可以走了 看着不远处的江和 江黄此事业啊 都要咬碎了 江和 你给我等着 等高考成绩出来 我会让你永远犯不了身 天上级 江黄为了得到江和的原谅 给江和准备了名贵领 有千万豪车 有名贵手表 更有数不清的好理 小和 这些都是姐姐给你准备的礼物 你看喜欢吗 江黄 其实你比谁都清楚 我早已不可能回到过去了 小和 真的不能给姐姐一个机会了吗 江黄 放过我 也是放过你自己 这样对大家都好 说完 江和便转身离去 同时江黄的幻想 也彻底破灭 他彻底明白 江和不会再回来了 杨秘书进来 一直在门口等候的杨秘书 连忙推门而入 帮我你一份草稿 自今日起 我江黄 辞去江市集团总裁一职 此话一出 杨秘书顿时一惊 按我说的写吧 我已经累了 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此时的林若离 一直站在门口 等着江和回来 若离 是在等江和吗 嗯 既然你那么在意江和 又为什么要按江黄说的去做 把纸条送给江和 院长婆婆 您教过我 要尊重别人的选择 这时 江江突然来到孤儿院 若离你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怎么回来了 我想来看看小和 顺便看看大家 对了 若离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没出事 等若离缓过来 你问他就好 说完 院长便离去 这些事情 他想让他们年轻人自己解决 你是来找江和的吧 他现在不在孤儿院 要不你等一下 不用了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说着 江江掏出一张邀请函 若离 这封邀请函 是我在海市音乐发布会的门票 当然 这里面还有几张靠前的座位门票 你们要是感兴趣 也可以去看看 但这张最重要的一定要留给江和 不行 怎么了 为什么都要抢走我的江和哥哥 为什么 对不起 若离 求求你了 就这一次 我知道了 我会给江和的 最终 林若离还是答应了江江 谢谢你若离 江江达到了自己的目 自然也就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 不久后 江和回到孤儿院 就看到一直在等她的林若离 江和哥哥 你不要离开我好吗 若离 这世上 没有谁离不开谁 包括你我 千言万语 却只化作一个字 林若离又怎么能不明白 江和这是在告诉自己 她终有一天会离去 这是江江让我转交给你的 你说好 林若离将邀请函 递给江和便离去 江和打开邀请函 并入眼帘的是特殊区域的座位门条 这么多票 难不成是江江卖不出去的 江和有些疑惑 罢了罢了 到时候带那群小萝卜头去捧捧肠子吧 第二天 江和离开孤儿院后 刘如突然来到孤儿院 你来做什么 你就是若离吧 长得真漂亮 我能做一下吗 随便你 还有 想说什么就说 不要拐弯抹角 若离 最近孤儿院还好吗 好的很 要不是你们 孤儿院也不会差点被拆掉 对不起若离 之前是我们太冲动了 我向你道歉 见刘如态度还算诚恳 林若离也不再说什么 若离 阿姨有点是想跟你谈谈 你说就是 我又不聪 若离 你想想看 度酒后 小和便会离开孤儿院 那么孤儿院还有值得你留恋的地方吗 你到底什么意思 若离你先别激动 阿姨没有别的意思 阿姨只是想领养你 给你更好的生活 此刻的林若离 才明白什么叫无语 怎么样若离 只要你答应 明天就可以去办手续 阿姨会请最好的私教老师为你上课 开会 停 刘如话还没说完 便被林若离直接打断 请你离开 若离 你不再考虑考虑吗 没什么好考虑的 若离 要是你后悔的话 江家随时欢迎你 刘如见林若离 无动无动 也只好信心而归 不久后 便到了江江的音乐发布会 江河也是如期而止 相信大家并不想听我说那些长篇大论 也不想看什么发布会 江江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他想直接跳过发布会 而江河 在看到江江似乎在看着他时 也是略感不妙 这江江 不会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搞什么事情吧 想到这 江河便想趁机溜走 就在这时江江的歌声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江河 江河此时就感觉自己仿佛化身为一只虫子 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而刘如早已失了眼眶 老秦 我不想再失去我的孩子 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想离开这个家 我绝不拦着 看着江秦的模样 刘如也是固游地从心底生起一股悲凉 明明之前的江秦不是这样的 是啊 谁都会变的 就好像刘如自己 最后也是变成偏见悲剧的始作荣者 林若莉看着台上的江江 她知道江江是真的想要得到江河的原谅 不知道为什么 她的泪水就是纸 若莉 没事的 一切都过去了 下一秒 悠长的歌声 戛然而止 这首歌 是我送给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的 小和 给姐姐个机会好吗 小和 姐姐明白这一年来 你在江家所遭受的偏见与布公 所以 请给姐姐一次机会 姐姐这次絶对不会再放手了 江江对着江河的方向 伸出自己那洁白的手掌 无数道目光 也是落在江河的身上 答应她 给江江一个机会吧 włosha 无数的呼唤 如同潮水般 向着江河涌去 江江那向江河伸出的手掌 依旧停留在半空中 她的眼睛 早已被泪水锁 求求你了 小和 放手 给我自由吧 此话一出 现场再次陷入血液般的劲 而江江也是彻底愣在原地 江儿都怪妈妈 随着聚光灯的熄灭 江江的身影再也无法看清 而这一场闹剧也终将结束